吓得激进瘫痪的老太太 不甘心地问了问 你是凤家的女儿 凤家摔了 与你有什么好处 哈哈 凤与恒失声大笑 凤家摔 凤家就是不摔 与我又有什么好处 你们放心 就算是有一天凤家被灭九族 这个九族也灭不到我的头上 这也是我的本事 凤与恒的这番警告 给凤家所有人都明了一个警钟 康夷出事 凤陈瑜被判腰斩 凤警员眼下正在宫里请罪 安氏也有些心慌 提醒着老太太 咱们还是多担心一下老爷吧 不知道皇上这一次 会不会连着前面的旧账 都一并给算了去 一句话 让老太太那颗心 又往谷底沉了沉 此时 京城府衙的死牢里 一声苏麻入骨的声音扬了起来 大哥 我这衣裳的扣子开了 你能帮我记一下吗 文皇揣着一颗私奔的心 奉尘于穷途末路 不得不利用他仅有的美貌 想要换一次活命的机会 在他看来 男人没有不好色的 就凭他这副绝美的面容 只要肯舍得下功夫 什么人能不动心呢 他咬咬牙 把衣衫又往下扯了扯 露出了一大片香肩 可惜 牢房的守卫只是瞄了他一眼 立即又转回头去 什么香肩 人家视而不见 奉尘于不甘心 干脆又把胸前的扣子再截两颗 又叫了声 大哥 守卫不耐烦了 大喝一声 把你那些扣子给老子扣好 衣裳要是穿不明白 你要不就干脆全脱了 也不想想 自个儿犯的是什么事 残花败柳的 还想继续干你的老本行 另一人也道 就是 真没想到 堂堂左相府的大小剑 还是什么京城第一美女 居然就是这么个货色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与其里尽是比 奉尘于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他的容貌 居然也会被人如此瞧不起 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仪仗了 这招都不行 难不成 真的要被腰斩 他滑走到地上 外头还是炎热酷暑 可这死牢的地面 却寒彻入骨 那两个守卫又补了剧 自古以来都是自作孽不可活 关进这里面的人 从来都没有能活着 躲过极刑的 奉尘于已然明白 此路不通 此时 奉景园正跪在乾坤殿外的广场上 而湘王妃则在中宫里 陪皇后娘娘喝茶 皇后还是那副重规重矩的样子 好像什么事都与她无关 可要什么事 她都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说上几句 眼下湘王妃就坐在她身边 眉眼间还带着些大仇以报的快感 她便笑了笑 同那湘王妃说 如果你没有那济安县主的本事 就必须得学着藏住心事 你恨谁 爱谁 都不能录在表面 不能给人抓住任何把柄 这样 才能活得长久 湘王妃点点头 多谢母后告诫 皇后又道 说到那济安县主 倒也真是个传奇人物 最初她是靠着明儿启示 有明儿给她撑腰 她倒也能活得自在 可那丫头 倒是跟明儿有些同样的命 明儿最初靠着她母妃的宠爱 得了皇上欢心 任她为所欲为 可是后来 她自己也有出息 实打实的战功摆在那里 任谁也说不出二话来 济安县主也一样 若一味地靠着明儿 她也活不到今天 可是人家自己有大能耐 医术不说 她还会练纲 有着本事在手 足以认她在整个大顺 都能混得风生水起了 湘王妃也复合道 母后说得对 没有那样大的本事 就只能谨言慎行 是不露像 好在县主是个明世里的人 也跟凤家不是一条心的 不然 只怕 没什么可怕的 皇后放下手中茶盏 倾笑道 那凤锦园从来都是个瞎子 时至今日 她还看不出 凤家最终的指望究竟是谁 就凭这点 济安县主就不可能 跟凤家是一条心 她看了看湘王妃 再道 这事与你无关 是凤家自己家风不言 放任那凤臣鱼 做出如此道德败坏之事 且看皇上如何论处吧 凤家 也是时候退出朝堂了 湘王妃心里犯了和计 凤家若是到了 那皇后娘娘的两个亲侄女怎么办 她送了两个侄女入凤府 却又眼睁睁地看着凤家 逐渐走向衰败 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皇后独坐中宫这么多年 看似戎宠不争 可实际上 头发丝拔下来 一根都是空的 湘王妃面色这么一变 她几乎立时就想到了对方心思 不由地笑了笑说 女人过得是好是坏 从来都不取决于男人 凤锦园没有野心 没有靠山 他们过得才会更好 本宫早已跟他们说过 在凤家 凤锦园不是依靠 真正靠得住的 是继安县主 而且 这份依靠不止是现在 将来也是一样 湘王妃瞬间就全明白了 皇上的心思 其实从来都未曾偏移过 从来都是 放在九皇子身上的 城市姐妹 只要能始终保持 跟凤与恒一条心 这辈子才是真的能有所指望 凤与恒 才是保得了他们后半生的人 可惜 这个道理有人明白 有的人却怎么也不明白 就像凤锦园 在他心里 已经根深蒂固的 就把凤与恒排除在凤家之外了 那个女儿的荣辱 都跟凤家无关 凤家也绝对指望不上凤与恒 带来什么好处 他一门心思地想着陈渝 后来又把希望放了一半 在享荣那里 却唯独不愿意承认 唯一有能力保得住凤家的人 正是那个被他厌恶的二女儿 他跪在乾坤殿外 张远正苦口婆心地劝他 回去吧 皇上都说不见了 您就是在这跪一宿也没用啊 凤相 您也别怪老奴多嘴 今儿襄王府的事这会儿 宫里都已经传遍了 您想想 三殿下那是皇子 您别管皇上待不待见 他都是入得了宗谱和御蝶的儿子 哦 您的闺女给他的儿子 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然后您跟这儿一跪 道个歉 这事儿就算结了 凤锦园抬头看他 心里就在问 不然呢 张远翻了个白眼 闷哼一声 凤相 回吧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与其在这里跪着等 还不如回家去安抚好家人 一起等 凤锦园心里咯噔一声 这张远从来都是跟皇上一条心的 他从小事后天武帝 如今已然修炼的天武帝一个表情 他就知道 人家心里想的是什么 眼下 这样的话从张远嘴里说出来 那就说明皇上已经有了杀伐决断 他再贵无意 凤锦园起了身 亮亮呛呛地往宫外走去 张远目送了一会儿 摇摇头回到了乾坤殿内 天武帝正坐在龙椅上翻折子 最近的折子很是让人烦心 夏季雨水多 这都严丑到八月了 按说已经上了秋 可今年也不怎么的 水就是不见少 好像那周府都上折子 请求救灾减税 真是看得他心烦 见张远又进了殿下 他这才把折子往桌上一扔 问了句 打发走了 张远点头 走了 哼 天武本来心里就有火 今日襄王府的事一传来 他火气更大了 凤锦园的老混蛋 养出来的女儿果然出息 居然那样的事都干得出来 一阵看 老九判个腰斩 实在是太轻了 就该寡行 寡行 张远无奈地帮他顺备压火 劝道 皇上宁可削削气儿 腰斩不轻了 您想想 那么漂亮一女的 从腰部咔嚓一下 给断成两截 听说刚斩完的时候 人还是有意识的 到时候 把屁股以下挪前头 往他眼前一摆 最后都是吓死的 天武听得一哆嗦 让你这么一说 腰斩道也的确是不算轻 老九判得还行 张远答 太行了 啪 天武猛地一拍桌案 把张远给吓了一跳 就听老皇帝来了句 既然还行 那还磨叽什么 朕把这皇位 给他不就完了 张远赶紧又劝 皇位哪是说给就给的呀 虽说太上皇这个职位是有 可是您真的见过太上皇吗 自大顺开朝以来 哦不 咱们把前朝 前前朝 前前前朝都算上 您听说过 哪朝哪代 真的有太上皇存在了 天武一愣 却又不甘心地道 总得有第一个吗 朕不介意当的第一 那哪行啊 张远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想了想 干脆道 现在边关未平 新刚梅城 九殿下和基安县主见天的 在大营里头忙活着 过阵子还得去打千州 哪有功夫在宫里坐着呀 您就算不想着天下 您总也得想着殿下吧 别他那头 刚把千州给打下来 这边京城里闹宫变了 回头他还得再率军重打回来 这叫什么事 天武这么一分析 觉得张远说得也对 于是十分无奈地道 那朕就在帮他守两年 总得让明儿把皇位做安稳了 不然 偏偏也不会原谅朕 哎 朕知道他不喜欢皇宫 要不是为了明儿 他才不会老老实实地 待在这高墙里 所以朕得快一点 帮着明儿拿下这江山 再等下去 朕快等不到 带他出宫的那一天了 张远鼻子一酸 眼里有东西 差点没掉出来 他别过头去 别扭地问了句 你们都私奔了 奴才怎么办 天武瞪了他一眼 瞅你那点出息 你们都出宫了 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当然是跟着侍后朕 怎么的 朕都不在这宫里了 你还留着侍后老九啊 就他那脾气 你还想像朕在时候这样 说干啥就干啥 就说昨儿你起得晚了 朕都上朝了你 还搁屋里做梦了 这要换了老九 能这么关着你 张远连连点头 皇上说的是 这要换了酒殿下 早一巴掌 把奴才拍回姥姥家了 对吗 老九那人 你最好离他远点 还有他那个媳妇 看起来也不像是 好说话的样子 你就别恋着皇宫侍后了 那成 那皇上您啥时候决定了 要带云妃娘娘一起私奔 就跟奴才知会一声 奴才收拾包裹 就一起滚蛋 啪 天舞一巴掌拍上他的头 什么玩意就滚蛋啊 要滚你自己滚 朕跟翩翩 那叫离家出走 老九是个孝顺的孩子 肯定得派人找咱们 到时候 他娘亲心一软 没准就回来了 张远白眼一番 说了半天 您还是要当太上皇 哪那么多废话 天舞眼一瞪 算了不提这个 你过来过来 帮朕合计合计 这回给奉景元那老贼官 降到极品 比较过瘾 官降无品 奉景元回府时 离着老远就看到 金真站在府门口 不停地往他这边张望 一时间颇有些感慨 他有过这么多妻妾 光是凤家主母就有过四人 现在还有了个平妻 可是这种时候 能站在府门口迎他的 却是这个 由奴婢抬上妾位的金真 奉景元下了马车 金真立即迎了上来 他揽过金真的肩 轻拍了两下 沉声道 进去说 手放下来 将金真的小手紧握了住 拉着人进了府门 金真有些担心 想问几句 却又觉得 奉景元面色实在太差 吓得他实在是没敢开那个口 可还是经不住提醒到 老太太因为大小姐的 事发了大脾气 窃身出来时 他还在哭闹 不知这会怎么样了 奉景元握着他的手 又紧了紧 额上见了汗 两人还没等 走到门口呢 就听到 老太太熬的一声大叫 把他的东西都给我烧了 一样别留 看着恶心 奉景元顿了顿 随即快步内 脚刚跨过门槛 嗖的一声一只权杖就飞了过来 紧接着就是老太太的怒骂 你还有脸回来 要不是你一次次纵容的丫头 他能给凤家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他能一次又一次地害他妹妹 凤家要靠的是阿恒 根本不是凤辰鱼 你到底明不明白 这话一出 谁都没想到 竟是一向不爱之声的响容 突然发出一个冷笑 然后道 祖母的心思变化可真快 如果开始时就是这样该多好 二姐姐也不至于活得这么辛苦 一向谨言慎行的安适 这次也没有拦着他 以无声表达了对女儿的支持 凤景元却翻了脸 他有什么可辛苦的 说这话时 他牙关紧咬 任谁都能看得出 这个父亲把他的二女儿恨到了极点 若放在从前 凤景元这样的态度 会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至少粉黛和韩氏 一定是与他现在一方的 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 粉黛不但没有附和他 反而小声说了句 三姐姐说的没错 你说什么 凤景元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是很快的 韩氏 安氏 成氏姐妹 甚至金针 都开始对凤景元的讨伐 特别是韩氏 就见他捧着自己的肚子说 大小节自己不检点也就罢了 还要送到湘王府去丢脸 他一个人死不要紧 可千万不要连累到旁人 凤景元气的脸色泛青 他指着这一屋子人问道 出了事没错 可是陈渝被判腰斩 你们怎的就不见一丝悲悯 他是你们的亲人啊 他的话没有得到任何响应 老太太虽然是不哭闹了 可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凤玉恒给他的惊吓 他没出发现 只好一股脑地投给陈渝 过了好久 久到凤景元都以为没人 会开口说话了 却在这时 忽然听到 想容又冷冷地说了句 他活该 一句活该 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可想 荣和安氏是在为凤玉恒抱不平 其他人却是在算计着自己的得失 凤陈渝做死他们 可以看热闹 但如果关乎了他们的生死 那就绝对是死了 也活该的 凤景元就觉得 周身上下散发起阵阵寒意 这一大家子人 他们的心终于都开始 集体向凤玉恒那里偏移了吗 他气不过指着韩氏问 那丫头到底许了你多少好处 还有你 他又看向粉黛 到底明不明白 谁是凤家之主 韩氏胆子小不敢吱声 粉黛见他父亲发怒了 也低头不语 这时 成军慢开口了 老爷 你别怪女人和孩子 并不是县主许了什么好处 而是大小姐许了太多坏处 这种时候 老爷不是应该好好想想 这一难凤家 该如何避过吗 又或者 您该为凤家能养出那样的女儿 而感到羞耻与气愤 可是为何您一门心思地在埋怨县主 这事跟县主压根就没有关系 老太太也是这样想的 他问凤锦元 这件事 公里怎么说 凤锦元这才清醒过来 也才意识到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重要的是公里的态度 可是 我压根就没见到皇上 成军没问 是老爷没去 还是皇上没见 凤锦元答 皇上没见 一家子人又沉默了 一个个皆在心里猜着 这一次的事 到底会为凤家带来什么样的灾祸 堂厅外 管家河中又匆匆跑了进来 一脸惊慌 说话的声音都打着颤 老太太 老爷 宫里来人传旨了 凤锦元就觉得耳边轰隆一声 身子栽歪了一下 差点没摔了 金针在边上扶了他一把 也是没什么力气 手都跟着哆嗦 老太太由成军慢扶着 从地上站起来 众人互相搀扶着出了前院 凤锦元一看 竟是张远亲自来传的旨 这张远虽是太监 可那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 受宠得很 轻易是不会当什么传旨官的 虽然往凤家传旨倒也不是第一次 可那一次是给凤宇恒送后一宫 这回又是要干什么 凤锦元往前迎了几步 张公公 适合旨意劳您亲自过来 张远看了一眼凤锦元 面色很是不善 再往人群里瞅一瞅 面色就更不善了 怎么没见县主 凤锦元一愣 随即到 他可能是在自己府里呢 公公可是需要他也过来一起接纸 张远摆摆手 那倒不用 只是宫里新来的大师傅做了烤鸭 那批很是香脆 咱家临出门前 皇上特地嘱咐给县主捎来一只尝尝 既然县主不在凤府 那就叫人送到县主府去吧 他说着话 在一仰手 后头跟着的两个提着石河的太监 立即转身出府 去了隔壁 凤锦元就想说 这张远该不会是专程来给凤宇恒送鸭子的吧 很显然 他这想法太过美好了 紧接着就见张远手中圣旨一抖 扬声道 凤锦元 接旨 凤家人呼呼啦啦地跪了一地 宣旨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左向凤锦元教女不言 弃皇家尊严于不顾 损大顺皇室威名 其心当诸 但 朕念及基安县主为国操劳 不忍严惩其家人 故 免凤家死罪 凤锦元便为正无品中级殿大学士 即日起 无权早朝 倾此 话音一落 老太太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承军慢把她接在怀里 面上没有表现出太多意外 这样的结局 对于凤锦元来说 并不为过 张远见凤锦元 还跪在地上没什么反应 便将手中圣旨一合 往前一地 凤大学士 接旨吧 丞相变成了大学士 正义品将为了正无品 凤锦元脑子和心都乱了 几乎是没有意识地伸出手 把圣旨接了过来 张远又补了句 还没谢恩呢 他便釜地磕头 道了句 谢主 龙恩 老太太的哀嚎声又响了起来 由若见变强 哭得张远都只皱眉 凤锦元原本心情就不好 老太太这么一哭 哭得她更是心烦意乱 不由得大吼一声 别哭了 她从来不曾这样子 跟老太太说话 突然来这么一下 老太太倒真被吓了住 哭声卡在喉咙间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憋得直咳嗽 好不容易等她这一轮咳完 却听到张远又道 老太太先别急着哭 咱在这里还有个事 要提醒凤大学士 她冷眼向凤锦元看去 又抬了头环式凤府一圈 然后不景不漫地道 这座宅子是当初皇上 赐给郑义平左城的 如今凤大人已被贬为 五品大学士 这地方自然就再住不得 当然 皇上还是体恤凤大人的 特地命人在京城西南边 又挑了处宅院赐了下来 献凤家五日之内搬离 这 凤锦元一愣 搬离 这宅子当初是皇上赐下的 张远翻了个白眼 凤大人没听明白 咱在刚才说的话吗 宅子是皇上赐下的没错 但皇上赐这宅子 是赐给当朝丞相的 现在你已经不是丞相了 自然就要收回 不过 凤家也不是非班不可 皇上说了 凤家若想继续住在这里 那就每月到金兆营那 上交八千两银子 算是租金 首次半年起租 算下来 凤大人往衙门 交四万八千两银子就够了 凤锦元擦汉 一个月八千两 这可不是小数目 即便是凤家鼎盛时期 若没有沈家的支持 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也是挺费劲的 眼下工上账上早就没了钱 上哪去掏这四万八千两 老太太被成军曼扶着 已经起了来 一听这么大的数目 差不点又晕过去 她跟张远商量 就不能少点吗 张远对老太太说 您要是想讲价 跟咱家讲不着 请进宫跟皇上讲去 不过 她顿了顿 又道 皇上倒还有一道口谕 是下给老夫人的 老夫人体虚 就不必跪来跪去的了 咱家就这么说 您就站着听 念及老夫人之前 是当朝左相之母 皇上这才特封了您一品告命 现在您的儿子 都只是个无品官 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了 所以 您的告命头衔 也就要一并收回来 老太太都麻木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她的脑子浑浑噩噩的 顾不上谢恩 只是一个劲地问凤锦元 咱们到底要不要搬啊 凤锦元由自思量着什么 没心情同她说话 成军曼轻叹了声 道 搬是肯定要搬的 如今账上根本没有银子 就算变卖家当 咱们又能支撑多久 这宅子早晚都保不住 张远点点头 夫人说的是 然后再对凤锦元说 如果凤大人没有什么疑义 那咱家就在第四日 哦 也就是府上大小姐行星后的第二天 再到府上来 届时 还请凤大人 将这座府底的地契交给咱家 好让咱家回去 跟皇上复命 凤锦元一哆嗦 地契 你骂我 老天爷都不干 或许降官和赶出家门凤锦元 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凤城渝出了这么大的事 皇家不可能没有个态度 可是一说到这个地契 他的心又往谷底沉了沉 下半截都埋到土里了 完了 那地契当初拿去跟凤宇恒换了银子 说好他急急之日 是归还之期 眼下还没到时候 他也没筹到一百万两银子 这地契能要回来吗 见凤锦元面色不对 安氏上前两步轻声道 老爷 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 这没什么 宅院是大事小也没关系 住得下就行 地契给就给了 咱们搬 金真也说 是啊 这府上出了这么多事 总感觉怪不及利的 搬了也好 要哥平时 安氏说出这样的话 凤锦元或许会感动 可是现在 他奶还顾得上感动 脑子一热 突然就吼了一声 搬什么搬 不搬 这座府邸 我凤家住了这么多年 从里到外 哪一处没有花心思打理 难不成就这样拱手相让 八千就八千 我就是杂锅卖铁 也不能让老太太住得踏实 他情急之下 把老太太搬出来说事 听起来像个孝子 可老太太不领情啊 他质问凤锦元 你杂锅卖铁 那能卖几个钱 为了取千州那个罪付 府里的钱 早就被你花得一干二净 我不住这院子 把地契拿出来 也不用等四日之后 咱们现在就办 人们纷纷赞同 张远也点头道 老太太说得对 与其强称面子 不如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他一边说 一边伸手入秀 将一张纸拿了出来 这是西南边的 那座宅子的地契 凤大人把这边的地契 也交给咱家吧 凤锦元脸都涨红了 所有人都眼巴巴地 等着他往出交地契 可他就是交不出来 成军慢不解 老爷 还是舍不得这脸 凤锦元点点头 住了这么些年 哪能说搬就搬的 再想想 总算是想了一个 好理由出来 三日后 陈渝就要问斩 我想在家里 给他做场法事 就算不是为他 也得为了咱们凤家 日后安安生生 法事这东西 在旧府做才好 省得再去祸害新地方 他这么一说 老太太倒是比较赞同 连声道 没错 刚搬家就为死人 做法事 太不吉利 还是在这头做吧 张远一听这话 便也不再相逼 一回手 把之前拿出来的地契 又送了回去 然后道 那咱家过几日再来 说完 带着一众工人 匆匆走了 凤锦元总算松了口气 可这也是暂时的 最多也就四日 四日后 还是要面对 交不出地契一事 此时此刻 他竟也开始 恨起凤臣于来 要不是他惹出这些事 自己怎么会被降官 凤家又怎么会 从这里赶出去 老太太闷哼一声 对赵嬷嬷道 去把我那套 一品告命的巢符拿出来吧 道士一并给了 那张公公带走 再瞪了一眼 凤锦元 你的巢符也交了吧 今后连巢都不用上了 凤家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老太太自顾地说着 凤锦元的脑子 也自顾地转着 那些刚刚才家 在陈于身上的仇恨 也不怎么的 竟然又往凤与恒身上 转了去 对啊 他不应该恨陈于 该恨的人是凤与恒 是他在陈于身上 动了手脚 是他一心一意地 想要整垮凤家 凤锦元觉得 自己真的是 生了个恶魔 如果可能 他真希望 后天被腰斩之人 是他的二女儿 凤与恒 先扶老太太回去 他咬着牙 恶狠狠地道 我出去一趟 话音一落 不等旁人有任何反应 抬起脚步 便往府门外走去 安氏瞅着他出了门 就往右转 下意识地 就往佟生轩的方向看去 他觉得 凤锦元肯定是 去找凤与恒了 安氏猜得没错 凤锦元的确是 直接奔了县主府 搬家之事迫在眉睫 他实在没了办法 不得不去凤与恒那里 看能不能把 地气先要回来 只是没想到 光是进这县主府 通报就通报了三层 从御林军到门房 再到凤与恒院里的丫头 凤锦元足足 等了一炷香的功夫 终于被请进 县主府的大门 接着清玉在家 他亲自引领着 凤锦元往府里走 进了姚氏的院子时 清玉说 凤大人请从这边绕行 以免扰了夫人清静 凤锦元一直憋着的火气 疼得一下就窜了上来 好大的架子 本相今日绝不绕道 清玉也干脆 直接就停了下来 冷眼看着凤锦元提醒他道 难不成大人忘了 您现在已经不是丞相了 怎的还自称本相 就不怕这话传出去 凤家再遭遗难吗 凤锦元一击灵 他自称本相这么些年 早就习惯了 如今这丫头一提醒 他才反应过来 是得注意些 从来祸从口出 可千万不能再给凤家遭难了 可他也奇怪 宫里刚刚才来传旨 你们这么快就知道 难不成 是在凤家安了探子 清玉差点没笑出声来 大人 什么叫凤家 小姐难道不是凤家的人吗 更何况 现在凤家还是小姐在管着 那人 还用特地安插 哪一个不是听小姐之命行事 再者 皇上给小姐送了烤鸭 这消息是送鸭子的太监传来的 还说了 皇上让小姐听个醒 大人若是有意见 就进宫去跟皇上提吧 凤锦园哪还有那个本事 闷哼一声 主动绕道去 终于到了凤雨恒的院子 才一进去 就看到那丫头 正坐在院里的枣树底下 吃着烤鸭卷饼 直接用手抓着吃的 一点形象都没有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九皇子那个高于鼎的人 怎么就看上了这个丫头 清玉把人带到了院里 也不通传 人 直接就走到凤雨恒跟前 帮着他 又换了一剔鸭饼 皇权正拎着那剩下来的鸭架子 同他说 奴婢送到厨房里去 让仙雅楼的大师傅 给做一碗高汤 凤雨恒吃得正香 都顾不上说话 只摆了白手 让他赶紧去 望川站在边上 看了凤锦园一眼 笑着道 凤大人在盯着这鸭子 馋得慌也没用 这是皇上尝给小姐的 谁也没得分 凤锦园冲口就到 谁稀罕这破玩意 吃鸭子吃得满嘴油的人 终于停了下来 眼一瞪 冷声道 你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又能怎样 凤锦园一看这个二女儿 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再说十遍 那也就是一只破鸭子 你小心噎死 望川 凤雨恒将手中 没吃完的鸭子放下 平静地道 连着盘子 把剩下这些 原封不动的装回石盒 立即送到宫里 他一边说 一边抬头看天 再用清玉帝国一的帕子 擦了擦手 从腰间摘下 自己入宫的腰牌 快去吧 再晚一会儿 宫门就要下药了 记着 一定要送到皇上 或者张远公公的面前 就说凤大学士说了 这是一只破鸭子 本县主 吃了它会被噎死 告诉父皇 本县主还不想死 还想为大顺 多贡献一份力量呢 望川强忍着笑 利落地将盘子装起来 拎着就要走 凤锦园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话了 很不能扇自个一巴掌 明知道这鸭子 是皇上送的 他怎么还说些个没用的话 真是 一见到这丫头 就控制不住情绪 这可不行 他将望川拦住 态度终于缓和下来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何必当真 再对凤与恒道 为父今日过来 是有件事情想求你 求我 凤与恒耸间 父亲来求我办事 居然还诅咒 我被噎死 我死了 谁给你办事 凤锦园不想跟他吵 却抓住他话里字眼 惊喜地道 你的意思 同意了 不同意 凤与恒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不管什么事 我都不同意 父亲就不用白费心机了 请回吧 你 凤锦园急了 我是你父亲 生你养你这么多年 怎的你一点亲情都不顾 凤与恒手养想抽人 你生我 你十月怀胎了 你养我 把我送到山里去养 凤锦园我告诉你 仅有的那么点妇女情分 也早就 在你几次明里暗里的陷害和谋杀上 抹得一干二净了 今日我能让你进这县主府来人 你应该心怀感激 再对我出言不逊 从此以后 县主府的大门 你一步都踏不进来 凤锦园脸颊骚扫得通红 凤与恒损他骂他 从来都不留一点情面 他这张老脸 在这个女儿面前 简直一文都不值 他打起退堂鼓 关心到的这么僵 还张那个嘴 有意义吗 可是不提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宫里逼得及 他今日就是不要这张脸了 话也总算问一句 于是咬咬牙 干脆地道 我今日过来 是来跟你商量一下凤府那边地契的事情 现在皇上要收回 你看 是不是先还给我 凤与恒挑眉 可以 但你也得把欠我的一百万还给我 凤锦园跺脚 我若拿得出那一百万 哪里还跟你说这些个废话 你都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 那还说这么多 不嫌累得慌 凤与恒冷冷地瞪着圆主 这个不要脸的破父亲 提醒他道 与其在这儿跟我要地契 你不如利用这会儿功夫去借钱 借到一百万 地契自然就会还到你的手上 他这一门 凤锦园也觉得 与其在这丢脸 不如出去借钱 于是一跺脚 指着凤与恒说了句 小畜生 待我筹到一百万换回地契 定与你断绝妇女关系 从此再不往来 他话音刚落 夕阳晴空突然就起了一声炸雷 轰隆一下 朕的地面都跟着打着轻颤 凤锦园吓得晃了三晃 差点没坐到地上 凤与恒却突然哈哈大笑 指着这个不要脸的跌倒 听到没有 你骂我 老天爷都不敢 抱错大腿了 凤锦园从县主府里出来时 整个人失魂落魄 再也不见当初身为 一招丞相的威仪风姿 凤与恒让他去借钱 只有将那一百万银子 如数归还 才能拿到地契 可是时至今日 让他到哪里去借钱 此时天都黑了 凤锦园却没有回府 而是抱着壮大运的心态 往平日里 与他交好的几个官员 家里走去 目的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借钱 可惜 落毛的凤皇不如鸡 敲了五家的门 有三户压根就没给开 还有一户干脆告诉他 我们老爷说了 见谁都行 就是不能见凤锦园凤大人 倒是最后一户 把他请到了厅里 那家的大人听说 他是来借钱的 然后让下人取了一小包银子 塞到凤锦园手里 很是大方帝说 也别提借不借的了 这些就当是送给凤大人的 不用还了 说完 赶紧就让下人送客 凤锦园出了那家大门 把手里的小布包打开一看 里头是一把碎银子 颠一颠 最多二十两 气得他猛地 把那银子包往大门上一砸 砰的一声 里头立即有人喊道 爱要不要 不爱就滚蛋 要饭吃还嫌骚 凤锦园这张老脸 实在是没地方割了 想就这么走掉 还不甘心 在县主府时 天空炸了一声惊雷 可就是不见下雪 这边 天闷得就像要压下来一样 让他有些喘不过气 他看着那紧闭的大门 咬咬牙 竟是大声地说了句 莫要狗眼看人地 别忘了 我们凤家还有一个寄安县主 说完这话 这才闷哼一声 快步离去 凤锦园从来没想过 有朝一日 居然要靠着凤语恒 来给自己撑面子 他突然发现 凤家这么多年找靠山 培养女儿 似乎搞错了方向 就像老太太下午那会儿 醒悟过来的那样 凤尘鱼不是凤家的希望 凤语恒才是 那他们这些年 这明显是抱错大腿了 哄 乍雷又起 这一次终于下了雨 而且还是瓢泼大雨 没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突然一下就像天空 打开了一道缺口般 雨水直接被倒了下来 狠狠地拍在凤锦园的头上 身上 他被雨打得几乎站不稳 地上冒泡起烟 根本看不清路 只能凭着记忆中的方向感 往凤府跑 也不知道摔了多少回 终于回府时 门房差点都没认出来他 大雨惊雷肆虐一夜 直到第二天清晨 都还不见停 凤语恒这一夜都没怎么睡 早早地就起了身站到窗前 这种惊雷 让他有些心惊 他一下就想到了 当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 也是被一声惊雷炸醒 就像现在这样的雷声 一声比一声大 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炸到了大顺 炸到了玄天明的面前 望川顶着雨推门进来 风把雨水都吹到屋子里面 吓得他赶紧回身 又把门给关好 小姐 望川用缩衣护着试合 搬走说 小姐天还没亮 就在窗边站着 奴婢就煮了些青粥 小姐先吃点暖和暖和 凤语恒其实并不饿 但有些冷却是真的 他问望川 是不是下完这场雨 天也就该凉下来了 望川摇头 大顺京城的天气 怎么也要八月才能见凉 怕是还要热上几天呢 我瞧着这雨 不像很快就能停下来的样子 搞不好也要下上几天 凤语恒喝了一口粥 又问道 你说 如果明天还是这么个下法 法场会不会暂缓行星 以前有没有这种先烈 望川点头 有 以前如遇到太恶劣的天气 行星会延期 不过小姐放心 殿下说了 别说下雨 就是下刀子 凤语恒也不会多留一刻 凤语恒把粥喝完 外头的雨似乎小了一点 他吩咐望川 被车 叫上酒店下 咱们到皇宫的山牢里 去看看那几个千州人 望川看了看外头的天气 有些为难 却也知道 千州的事不能再拖 便点了点头 端着拖盘出去了 几人赶了个大早出府 比大臣们上朝都还要早 玄天明被凤语恒 从被窝里挖出来时 哭得心都有了 他本想耍个赖 把这死丫头裸被窝里 再睡一觉 可是凤语恒说了 咱们去山牢里 看看那几个千州人 然后还要想想对策 千州那头 怕是也拖不了多久了 有正事在在 玄天明也不好再睡 只得起床 洗漱完毕 匆匆地跟着凤语恒出了府门 两人坐着玄天明的公车 顶着狂风暴雨 一路往皇宫奔了去 凤语恒坐在车里 不免心惊地道 你说 这公车会不会漏雨 玄天明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他 本王这公车 要是还能漏雨 怕是你县主府的房子 都得漏雨了 好吧 他姑且相信他 至少来的这一路 真的没有漏雨 可公车没有漏雨 却并不代表 所有的地方都不漏 比如说 皇宫里那座山牢 凤语恒一进去就懵了 里头一汪一汪的积水 几乎都没出下脚 手牢的冰浆 支了几个棚子躲在里面 可牢房那边传来的滴答水声 还是能让人不用看 就可以想象 得到环境有多么恶劣 凤语恒是被玄天明给背进去的 他不停地强调 并不是我交情 也不是怕脏 我只是 今天穿的鞋子和裙子都不合适 玄天明斜了他一眼 别装了 我没装 我是说真的 某人嘴硬 但待他低头看了眼 玄天明的鞋子时 便闭嘴了 一个皇子穿着最好的鞋子 把他背在背上 自己踩在脏水里 人家都没说什么 他还装傻 好在关那几个千周人的地方 很快就到了 玄天明把他放在牢房边上 搭起的棚子里 再指着牢里头的人问守卫 怎么都这个德行了 凤语恒也往里面去瞅 正对着他的这间牢房里 关的是丰坤 那人虽然是个侏儒 但应有功夫在身 破得几乎快遮不住体 露在外头的皮肤 似乎是生了什么东西 有的地方已经溃烂 有的地方也变了颜色 他皱了皱眉 又转头 去往另外几个牢房里头看 男人就不说了 跟丰坤几乎没什么两样 他往前走了几步去看康仪 就见康仪靠在山体上 空洞地蒸半蒸着 衣上也没了本来的颜色 鞋子全湿 整个牢房地势有些低 全都是水 他就直接坐在水里 似乎已经习惯 什么反应都没有 牢里有一股酸臭味 不用想也知道 人都这样了 吃喝拉撒 肯定都在里面 他身下的积水里 指不定都有什么 就不能细想 越想越恶心 守卫好心提醒他 县主别太往前走了 脏得很 皇上吩咐了 这些人砍头就太便宜了 胆敢在大顺皇宫行刺 就该多遭点子罪 凤与恒点点头 没说什么 天舞说的没错 行刺重罪 千刀万寡 都是理所当然的 他偏过头跟玄天明说 往千州的信早就送出去了 但路程太远 现在肯定还没到 这事儿拖不了多久 咱们得想着两拳的法子 玄天明说 眼下不是跟千州动手的最佳时机 千州国力虽小 但常年被冰雪覆盖着 他们的将士早都习惯了 但大顺人不行 这次行动 势必要将那小国一举拿下 咱们必须得做万全的准备 至少 要新钢兵器全部打制出来 这样方可最大限度地缩短战期 凤与恒同意他的说法 自顾地算了算 又道 炼钢之气 最少也得半年以上 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 再拖半年 这几人的消息 绝不能传到千州去 可是他们就一直留在大顺部回去 千州国君一定会起疑的 二人有些犯难 玄天明拉了他一把 走吧 这里没什么看的 这几人最多 活不过五日 咱们再好好打算 他将媳妇又背了出去 山牢的门关上时 里头有将士说 都说九殿下怕媳妇 看来是真的呀 大雨就这么一直吓着 直到玄天明到县主府去蹭了饭 再离开 雨依然未停 凤雨恒在窗边坐着 也不说话 就一直往外看 好在这头是顺风 再加上外头还有个长廊隔着 即便窗子推开 也不会有雨吹进来 他就这么从下午坐到晚上 晚饭都是在窗边吃的 黄泉实在忍不住 就问他 小九为何一直在看雨 凤雨恒指着窗外天空 你看 这雨从昨天夜里一直下到现在 是也不见晓 宝子都下了两轮 可是天却依然不肯放晴 黄泉望穿二人往外去瞅 可不是吗 下了这么久的雨 按说早就该下透了 可是现在的天 就像凤雨恒说的那样 毅然阴沉 一点都没有晴朗的意思 望穿有些担忧 这得下到什么时候啊 我听说 外省很多地方都遭了灾 怕是这场雨会让灾情更加严重 凤雨恒轻叹了声 该来的挡不住 向来暴雨总会伴着山红 但愿京郊大营那边 不要出事才好 这一夜又是听着暴风雨声 惊心度过 次日 人醒 雨人未停 而就在今日 凤尘于兽行腰斩 想容造反 往牡丹院聚了去 原本依着凤锦元和老太太的意思 是要到普渡寺去请高僧 上门做场法事 一来为陈渝超度 二来也去去家里的会期 可是这一场雨下得太大 往普渡寺去的关道 被冲回了一截 任何车辆都无法经过 高僧没请来 老太太便做主 请了四个民间的法师 不管灵不灵 反正也就是那个意思 牡丹院的堂厅 已经被布置成法事现场 四个法师原地待命 就等着时辰一道 便开始念经超度 凤家人集中过来时 已经有蜡烛点起来了 法师说那叫引路灯 是用来引死去的人 往黄泉路上走的 韩氏有些害怕 被劝着回了御兰院去 老太太就站在堂厅门口往外看 看了一会儿便问凤锦元 这么大的雨 还能行行吗 凤锦元咬着牙道 听说是酒店下亲自肩斩 老太太一听这话 就知道没戏了 长叹一声 又埋怨起凤锦元来 亏你从前还是丞相 怎的就连这个局势都看不清楚 凤家该指望的人 阿恒好一点 凤家现在指不定有多风光 老太太有句话就没网出说 放着一个跟当今圣上叫着父皇 又帮着大顺练兵练钢的女儿不宠着 非得去宠凤陈于那个小贱人 他们真的是睁眼下 外头的雨越下越大 河中穿着缩衣 顶着斗笠跑了进来 急禀道 法厂那边已经搭起来 府上派去打探的人传来消息说 酒店下亲自肩斩 大小节已经从衙门往法厂那边押送了 凤锦元晃了几晃 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毕竟是他养了十几年 又疼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可是老太太告诉他 把你对那小贱人的怜悯 都给我收起来 今日之后 把凤陈于从凤家的族谱里 给我除了去 凤家 没有这样的女儿 凤锦元咬牙 不得不提醒老太太一个事实 是凤宇恒给陈于动了手脚 这话一下就被正好走过来的想容听见 他脚步停下 特别不解地看着他父亲 问了句 大姐姐要是不跟大哥哥 做了那种龌龊的事 二姐姐就是想动手脚 也没那个机会 父亲 大姐姐到底许了你什么好 能让你在被降官收府之后 还能这样待他 难道这世上 就只有他一个人 是你的女儿吗 那二姐姐算什么 我和粉黛又算什么 想容这几日火气莫名的大 一次次地给老太太话听 给凤锦元话听 现在又敢大声地质问了 凤锦元气得一个耳瓜子 就扇了过去 一下就把想容给 打得扑倒在地 安时下得赶紧过去扶 火气也上了来 就为了那个败坏门风 桑尽天良的凤晨鱼 老爷是要把府里 所有的孩子都给打死吗 你把嘴给我闭上 凤锦元大吼 一个歉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再胡闹下去 别怪我修你出门 修就修 想容从地上爬起来 仰着小下巴瞪他父亲 与其在这座 无情无义的府里 受气一辈子 倒不如放我娘亲自由 他干脆连姨娘都不叫了 直接就跟安氏叫娘亲 凤锦元气得全身都哆嗦 他真想把安氏给修了算了 可他也知道 一旦这样做 那便坐实了他 为了沉鱼 而不顾其他人的事实 一个将死之人 他再心疼 也是没有意义了 老太太冷哼一声 瞪为眼想融合安氏 没说什么 倒是冲着凤锦元道 好好想想你的将来 好好这一大家子的将来 凤锦元大吼一声 每天都在想 然后一把抓过那河中 吼道 去把凤雨恒那个小贱人 丢过来 让他给他大姐姐磕头送行 城市姐妹站得虽远些 可还是把他的话都听到耳朵里 两姐妹对视一眼 就听城君曼道 老爷 县主是您的女儿 更是九皇子未来的正妃 您这一口一个小贱人的 是叫谁呢 他话语冰冷 半了外头打来的一道惊雷 只把个凤锦元 给打得瞬间清醒了许多 他敢骂想融 敢骂安氏 甚至从前也敢给康仪脸色看 但对城市姐妹 却是不敢有半点怠慢和不敬 老太太也是一样 此时一听城君曼说话了 赶紧帮着凤锦元打圆场 他也是一时气急 被气糊涂了 城君妹也开了口 他性子从来都比姐姐值一些 说出来的话就没有那么客气 来凤府之前 姑母就说了 我们姐妹这一生的依靠 不会是老爷 而是县主 所以 秦老爷即便对县主有些什么想法 最好也闷在心里 说出来被我们听到了 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说走了句 传到宫里去 城君曼拉了他一把 道 快别这么说 咱们现在寄人篱下 保命才是要紧 这话说得更狠 意思就说 万一什么时候凤锦元也对他们下杀手怎么办 老太太一听 赶紧咬手 不会不会 你们是锦元的正妻和平妻 凤家今后的安危和荣辱 还要指望着你们呢 一边说 一边给凤锦元实眼色 可惜 凤锦元实在是没有应对的心情 何忠这时 冲算从凤锦元的手里逃离开 咳了两声 才道 奴才就是去请 也根本就请不来 听说二小姐一早就离府了 说是到法场去观刑 什么 凤锦元差点没把一口牙都给咬碎了 那小剑 那丫头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她大姐姐被腰斩 她居然能去观刑 为什么不能 小容悠悠地说 当初大姐姐一次又一次想要杀人时 父亲怎么不问问 她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还有 父亲 您的心又是什么做的呢 这丫头打从许乐布聪 那门婚事之后 也不怎么的 竟是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再也不怕凤家的人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被打被罚都毫不在意 就像此刻 一番话扔下 竟是甩开安室 大步往外走了去 就听到已经走进雨里的人说了声 我也要去看看 然后脚步加快 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安室吓坏了 就准备也冲出去找 却被凤警员一把就给抓了住 凤与恒他不敢再骂再说 可想容却是没有什么后台背景的 一时间 这个当父亲的 把对二女儿的恨全部都转嫁到三女儿身上 恶狠狠地跟安室说 不许去追 他最好死在外头 然后一回身对着下人道 把他丢捆起来 奶也不准去 任何安室如何挣扎哭喊 都抵不过四个大立婆子的捆绑 甚至嘴里都被塞了抹布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老太太心里也烦躁 问何忠 时辰是不是差不多了 何忠说 还有半个时辰 老太太不愿再等 催着那几个法师说 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法师们就是拿钱办事 东家说什么时候开始 那就是什么时候开始 于是 无数只蜡烛点燃 临翻挑起 手里摇铃大响 念经声其出 四人围着堂听就转悠起来 凤家其他人也不再说话 于一旁静静站立 人人都在心里念叨着 希望凤尘鱼的死事 凤家劫难的终结 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 想容出府时 也不知道是谁 递了一把伞给他 他就撑着伞一路 往法场的方向狂奔 还没等跑出巷子伞 就已经被风刮地散了骨架 想容干脆把伞一丢 脚步又加快了些 要不怎么说人 总得是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 才能激发出潜能呢 想容这个柔弱胆小的性子 要是没有后来凤与衡一点点交着 没有凤家一次次相逼 没有不加婚约的刺激 没有这场大雨 只怕他一辈子也干不出这种 在暴雨里狂奔的事来 更何况 还是跟凤锦元吵了一架之后的离家出走 想容都不知道 自己哪来的力气 摔了一次又一次 摔倒就在爬起来 拼命地往前跑 跑着跑着 身边忽然有辆马车经过 他躲闪不及 被马车带的一个烈鞋 眼瞅着人 就往车轮子底下倒了去 他吓坏了 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 人趴到地上 脖子前身 想容闭上眼 几乎都能感觉得到 那车轮子贴上自己的脖梗 却在这时 那马车突然间就停了下来 马的嘶鸣声在雨中响起 马车却像是被钉了身一样 一动不动 紧接着 好像有个人蹲到了他身旁 伸出手把他的头发 从车轮里解下来 再去脱他的肩和脸颊 想容松了口气 得救了 他想睁开眼去看看 是谁救了自己 可他此时是仰着面顶 雨太大 眼睛根本就没办法睁开 但手却因恐惧 而下意识地胡乱动着 动了几下 便被那人抓住 然后整个人竟被人抱了起来 这时 有个女子的声音传了来 快点 时辰就要到了 就他的人抱着他上了马车 大雨终于被车厢隔住 想容听到有个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是一个男生道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跑 他眼睛还未及睁开 却在听到这句话时 唇角不自觉地上扬开来 沉鱼之死 外面雨水大 车厢虽然被拾木隔开 却还是犯着潮气 想容全身都是湿的 被放在铺着虎皮毯子的座位上 原本毛绒厚实的毯子 一下就被浸湿了 他下意识地就站起来 不想坏了人家的东西 可有只手却轻压在他的肩头 将起身的人又给按了回去 你就坐着 没事 还是那淡淡的声音 却听着让人心暖 想容抬头去看那人 原本一身干净利落的白衫 却阴下去救他 而淋了一身的水 发上也全湿 却仍然不湿若仙滋容 他眼里控制不住地涌了泪 怯生生地开口 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 叫了生气殿下 这人正是玄天华 他将想容扶着坐好 这才把手从他肩上移开 然后坐到他对面 无视一身湿路 微皱着没问他 你要去哪 还不等想容答话 边上坐着的于谦音 突然惊到 是你 凤家的三小姐 然后坐视又往窗外看 同时问道 那位不佳的将军呢 没跟你在一起吗 想容一愣 不知道这话该怎么答 只是一直看着玄天华 目光中带着一丝抗拒 回答我的问题 玄天华盯着他说 你要去哪 你怎么哭了 于谦音的声音又扬了起来 歪着头不解地问想容 是不是刚才摔疼了 一边说 一边将一条布巾递过去 想容心中有些烦躁 将那布巾接过来 回了他一句 我没有哭 是头发上沾到的雨水 然后不等于谦音再说话 直接就回了玄天华 我要去法场 今天大姐姐问战 听说二姐姐已经去了 我也想去看看 玄天华皱眉问他 杀人有什么可看的 想容放下不惊 冷静地答 也没什么不可看的 七殿下 这是要去哪 如果同路 就送我一程吧 不同路的话 就把我放下 我可以自己去 玄天华摇头轻叹 这个孩子跟从前不一样了 他记不得第一次见到 想容是什么时候 但印象中 他总是跟有凤雨恒身后 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见了他就只顾着脸红 不敢说话 后来他与他倒也算是相熟 多半也是拜凤雨恒所赐 他对这丫头也出手相助过几次 但再多的交集也真是没有 所以 他不知道这孩子是从什么时候起 变成这个模样的 少了从前的单纯胆怯 多了现在的执拗大胆 目光里也陷了几分坚定 他与凤雨恒本就生得有些相像 如今这样子 倒是有些凤雨恒的模样 玄天华看了他一会儿 没再多说 知道 我们正式要去法场 带你过去吧 想容轻答 谢谢 然后靠在车厢后头 微闭了眼 不再言语 于谦音坐到玄天华身边 被布家的将军救了之势 说着说着 静又跟想容想 听说你与那位布家的将军定了婚约 恭喜恭喜啊 你看你救桥 那么巧他救来救 这真是缘分啊 七哥 你说是不是 玄天华没什么反应 情绪未见任何变化 想容也是一样 还是靠在那里 威逼着眼假妹 于谦音的话 就像扔进了棉花里 没有回音 也谈不起风浪 马车快速前行着 很快变到了罚场所在的地方 外头赶车的人 将车帘子掀了个小缝 对玄天华道 殿下 外头雨太大 已经没法关心 罚场对面有家酒楼 咱们不如到酒楼二层 去挑个靠窗的位置 也是能看到的 玄天华点点头 好 马车再往前走了一会儿 便停了下来 外头的人撑了大伞 等着他们出来 玄天华先一步出了车厢 于谦音跟在他身后 就等着他伸手来扶 可玄天华手倒是伸了 却是伸向想容 把手给我 想容愣了下 没有犹豫 直接就把手递了过去 玄天华小心地扶着他下了马车 这才吩咐吓人 把于姑娘也扶下来 说着话 人拉着想容 已经走进酒楼里头 这酒楼就开在法场对面 许事开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准备要赚观行人的酒钱 所以 每当这里有大行时 掌柜的都异常兴奋 本以为今日暴雨 就算有行 也不会有什么人来看的 却没想到 居然迎来了贵客 七皇子玄天华的外貌 辨识度很高 这京城里 但凡上点心的人 几乎没有人会不认识他 只是看着七皇子 牵了个女子 下车倒是有些意外 一时间 这掌柜竟还真的没敢认人 想容似乎绝处不妥 胳膊一动 将手从他从中抽离 玄天华也没多说什么 游子抬不往楼上走去 于谦音看了想容一眼 随即快步跟了上去 想容问那掌柜 我要二层靠窗的位置 能看到行刑的 掌柜一愣 你们不是一起的 想容摇头 不是 掌柜就有些为难 靠窗能看到行刑的 最佳包间就两个 令中一个之前 已经有人站了 剩下的那个 他指了指刚上楼的那伙人 其余的就是外头的散座 您看 那就散座吧 想容没再说什么 转身就上了楼 这一身湿的 遇了冷风就打哆嗦 他催着掌柜 先给我上一壶热茶 话音刚落 就听到楼上有个人喊了一声 三小姐快上来 热茶咱们这儿有 他听着声音十分耳熟 一抬头 就见望川正冲着他招手 想容一喜 望川点点头 拉着他进了其中一个哑尖 果然看到凤与恒 正坐在里面喝茶磕瓜子 见他傻愣在那 凤与恒无奈地冲气招手 过来 想容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走进去 直接就扑向茶碗 自己给自己倒了茶 一口就喝了下去 凤与恒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吩咐黄泉 到边上那家成衣铺子 去给三小姐买件衣裳 然后再指指窗外 跟想容说 你看 凤辰雨已经到了 果然 就在他手指的方向 正有辆球车缓缓而来 车里的枷锁上套着一个人 劈头散发的 一身球服 也被大雨 冲得紧紧箍在身上 远远看去 倒是能看出几分恶挪身姿 凤与恒是不是都快急哭了 凤与恒笑嘻嘻地 在桌上的盘子里 拿了块猪蹄 放到嘴里啃 他最心爱的女儿 就要被处死 还是腰斩这样的急行 只怕这会儿 正在府里头 急得跳脚了吧 想容点点头 何止跳脚 我就不明白 在他心里 是不是只有大姐姐一人 才是他的女儿 咱们都是捡来的 凤与恒失笑 我倒真希望 自己是捡来的 他摆摆手 无意多说 此时 黄泉也回来了 成衣铺子 买不到什么好衣裳 三小姐先凑合着换下 总比穿着湿的墙 黄泉很细心 连里头的小衣裳 都一并买了回来 想容却问了凤与恒一句 还有多久行星 凤与恒说 快了 那我看完再换 他目光坚定 死盯着法场 把衣裳先放着 几人也凑到窗前 一起往外看 说是快了 但其实还是 有些程序要走 犯人押入法场 要先报号 然后验身 再将刻有生辰八字的小牌子 往形台上插好 这才将囚犯压到高台上 腰斩需要一种很大的器械 看起来就像是个门框 木制地立在高台之上 梁上悬着一把大砍刀 拱背朝下 韧开得极其锋利 刀的两端 用麻绳子捆着 一边坠了一块大石头 可见那刀身极重 不用两块大石头压着 根本就悬不起来 待行刑时 要把囚犯压到 门框下面的案板上趴着 腰身处对准上头的刀锋 待肩斩关一声令下 两边的石头一松 大刀直接下来 像剁脚子线似的 就把下头的人 拦腰砍成两截 刚砍完的人是没死透的 还有些意识 刽子手会把砍下来的下半身 拿到前头 去给犯人看 这么一次机 最后一口气紧跟着就泄了去 这才算彻底死去 凤与恒头一次看这种刑法 他倒没什么可害怕的 只觉得新鲜 响容却有些发抖 也不知道是动的还是下的 但目光一直也不肯移走 凤与恒双手拖着下巴往下看 玄天明这时 刚好也抬起头来看向他这边 两人目光一对 他笑嘻嘻地冲下面挥手 用口型说了句 嗨 玄天明没明白嗨是什么意思 但也知道应该是打招呼 于是扭过头 跟身后站着的白泽吩咐了几句 然后就见白泽披了缩衣 往九楼这边来了 殿下说了 他一大早到现在都没吃饭呢 让王妃一会晚些走 就在这边一起吃点 一边说 一边盯着凤与恒手里的猪蹄 再道 王爷还说 看王妃猪蹄啃的香 让属下给他也带几块去 凤与恒翻白眼 原来是要分他的好吃的 极不情愿地 把剩下的猪蹄 连着盘子让白泽端走 再回过头来 冲玄天明皱皱鼻子表示不满 这时就听望川说了句 好像是快开始了 人们的注意力 立即又往法场上集中了去 就见凤丑鱼已经被按住扒在案板上 人在不停地挣扎 有人上前用长绳子 把他整个人都绑在了案板上 让他动也动不了 紧接着 就见玄天明在面前的令牌中挑了一阵子 终于拿到那枚斩杀令时 突然冲着凤与恒这边勾起了一个阴森的笑 然后猛地将那斩杀令往前一扔 运足了内力大喝一声 斩 这一声 斩 穿透暴雨木墙 散开四面八方 就连坐在九楼二层的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随着他这斩令一下 那悬着的大刀终于被放了下来 以极快的速度下落 砰的一声 将下面的女子拦腰断成两劫 逃难 凤家长女凤丑鱼 终于在他自己的无限连环作死活动中 成功地死去 眼瞅着他被腰斩 凤与恒也不见多少喜悦 只是啃完手里最后一块猪蹄后 用温布巾擦了擦手 然后自顾地开口道 凤丑鱼的时代终结了 想容环站在窗前 还是死死地盯着 那具被斩成两半尸体 看着人们把尸身抬走 大雨瞬间就洗净了那一大片血迹 二姐姐 小丫头尼南开口 我终于明白 你以前说的话了 人活着必须得靠自己 存着什么心 就会收获什么样的命 二姐姐 我要退婚 父亲已经不是丞相了 布将军正妻的位置 我做不起 与其让人家退 不如我自己先去退 他一边说 一边看向凤与恒 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凤与恒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只告诉他 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凤锦元现在不过是个正无品的官 就算是他想攀布家 布家也不会乐意给他攀 想容又道 二姐姐 我还想搬出来住 你说 父亲能同意吗 凤与恒失笑 你管他同不同意 除非他叫人来把你绑回去 就算是绑回去 你也可以反抗不是吗 想容点点头 我自己存了些银子 二姐姐能不能帮我找找住处 凤与恒伸手拍拍着丫头的小脑袋 找什么住处 搬到县主府就是了 我倒要看看凤锦元有多大的本事 赶上我那县主府去要人 想容马上表态 那我得给钱 姐妹俩说得正高兴 这时 就听隔壁忽然传来一个语带讽刺的女生 自家姐姐被处极刑 怎的还看得这么开心 七哥 你说他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始于谦音 玄天华没说话 黄泉有些气不过 往边上走了两步 冲着两个哑尖中间的隔断就喊了声 有本事当面来说 背后讲究人算是什么东西 隔壁静了一会儿 不多时 玄天明 凤玉衡指了指隔壁 同他说 看没看见七哥 玄天明点头 却道 他已经带着那女人走了 黄泉拧着没不解地问 那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 玄天明很干脆地说了句 不知道 然后一屁股坐到他媳妇身边 也不理想容冲 他俯了俯身问安 开口就对凤玉衡道 昨晚青天间连夜奏报 这场雨最少要下十日 他说话时 面上已经没了食材 派人来跟他要猪蹄式的悠然 甚至提都没提凤尘鱼的事 两道没紧拧着 着实是为这场雨担心 这雨下成这样 凤玉衡也一直都存着担忧 一听说最少还要在下十日 面上的忧色便也犯了起来 冬日时那场大雪 给京城吉周边带来的灾害 他还没忘 那些被冻死的人 他也没忘 当时虽然已经尽可能地去救灾 可总有顾忌不到的地方 一场雪灾都成那样 更何况是洪灾 他也皱着眉 开口道 暴雨会引发山洪 山洪多数伴着泥石流 这还不算 最可怕的是灾后 由于天热 尸身处理不当 就会腐烂升温 届时疫情蔓延 才是最要命的 玄天明点头 我也正是担心这个 凤玉衡突然想起大营那边 紧着问道 营里怎么办 他拍拍他的肩 安慰道 营里没事 那头早就修好了排水沟 就是为了防止山洪 放在他肩上的手 威收紧了些 玄天明站起身 告诉凤玉衡 你们快回家去 我进宫一趟 凤玉衡也站起身 急问了句 不是说还没吃饭吗 他摆手 到宫里再吃吧 他知他为灾情心急 便也没有多留 带着人一路跟着 一起出了酒楼 众人分坐两辆公车 分别往皇宫和县主府而去 此时 凤府的法师还在继续 几个法师各个口中 念叨着听不懂的经文 屋子里燃满了蜡烛 河中再次跑进堂厅 苦着脸跟凤景元道 老爷 派出去的人回来了 大小姐已经 受斩 凤景元身子一晃 一屁股坐到地上 与此同时 几个法师 齐齐将手里零番挑起 念叽的声音更大了些 老太太也是失了神 好在她对陈鱼的感情和既往 并没有凤景元那么深 此时还能保持着一丝理智 就听她开了口 对着一众吓人道 你们哭吧 好歹哭几声 也是那个意思 省得那丫头死不瞑目 再来讨扰咱们 吓人得了这声吩咐 赶紧就陷了哭腔 虽然不见得有几个人真有眼泪 可声势却还是足的 特别是有几个胆小的丫头 被凤尘鱼的腰斩 给吓得哇哇大裤 倒是让凤景元有几分满意 凤与恒带着 想容回了县主府 才一进屋 立即就有下人 送来干净的衣裳过来 凤与恒催着想容 你先把我的换上 府里有县城的采访 回头我叫她 再给你多做几件 想容摇头 到凤府去取就成了 凤与恒无奈地告诉她一个事实 首先 凤府你不见得能回得去 又或者说 你回去了 就别想再出来 其次 就算凤家那边不给你任何障碍 可是方才你也听说了 这雨最少要下十天 这么大的雨 还折腾什么 想容没再坚持 只知道 谢谢二姐姐收留我 但是想容得付钱 想容再也不想做没有用处的人 被二姐姐保护着 她点点头 很干脆地道 可以 然后再对望川道 你带上清玉 一起往不服走一趟 去给三小姐退婚 一听说退婚二字 想容眼中立即现出 一道飞扬的神采 那种感觉 就像是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 突然又沉冤得雪 获得重生 她拍拍想容的手背 捅她说 我帮你退了这婚约 今后的路 就要你自己去走 我明白你的心思 也可以给你创造机会 但是那个人 我一辈子也不可能 去逼迫她做任何事 你懂吗 想容知道 她说的自然就是 七皇子玄天华 脸颊稍微红了红 却历时就恢复了常态 认真地点了头 告诉她 二姐姐 我懂 人就这样在县主府住了下来 凤家那边得了消息 也得了不佳的消息 凤锦元已经顾不上这婚事 到底是哪边先退的了 她清楚地明白 自己一个无品大学士 怎么可能再把女儿 嫁给不聪做正妻 只是有凤与恒 从中间横插这么一杠子 怕是她有心再给想容 争取个妾室之位 也是不行 凤家的法事做了一天一夜 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 全部撤了去 凤锦元派了几拨下人出去打听 希望能把沉鱼的尸体弄回来 自行安葬 可惜 传回来的消息却是 衙门说了 急刑犯的尸体 是不允许家属带回的 已经扔到城外的乱葬坑里 眼瞅着凤锦元就又要晕倒 老太太紧着说了句 你把她弄回来 要往哪葬 这么大的雨 连城都出不去 还想葬人 更何况 老家那边早就不认咱们这一只了 你难不成还要把那小贱人 送回凤铜县去 凤锦元双手掩面 跌坐在椅子上 不住地哀叹 老太太提醒她 你若有精神头 不如往西南边走一趟 看看咱们的心腹到底有多大 都搬过去 能不能割得下 凤锦元最怕老太太说这个 这些天她刻意回避 可算算日子 似乎今日那张远 就要往府里来了 一想到这个 她疼得一下站起身 冲口就到 对 我这就去看看 说着就要往外走 金针担心她 说了句 外托这么大的雨 老爷也不急在这一时吧 太危险了 承君曼也提醒她说 上次地气没换成 那西南边的宅子 到底在什么地方 张公公也没说 老爷就是去了也找不到 就算找到了 也进不去啊 她这一提醒 凤锦元又泄了气 老太太就想不明白了 那日张公公说 交换地气 你为何不换 凤锦元说 不是想着 还要给陈渝做法事 做法事 也爱不着交换地气啊 又不是马上就赶咱们搬家 你这一耽误 咱们连提前看一眼 新宅子都不成 凤锦元特别不愿意 在继续这个话题 便借着提到陈渝 故意张罗着吩咐下人 去扯白布 把笑袋子都扎起来 给大小姐守丧 承君曼一皱眉 跟老太太说 被处急刑的人 家里是不准办丧事的 这是朝廷的规矩 老太太点点头 对 朝廷的规矩不可破 凤家不办丧 凤锦元也知 这是大顺律法规定的 不好再坚持 却也退一步道 那至少让她院里的丫头 穿得肃静些 这一点老太太倒是 没有反对 只是说 是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让那院里的丫头 换上白的 穿三天 另外 三日后 那院子里的人 全部遣散出府 再看了看凤锦元 对他说 你把地气也拿出来吧 交给君曼 以后地气 就由君曼来保管 凤锦元一哆嗦 面色不太好看 承君美看出些门道 不由地问了句 为何一说到地气 老爷就不大对劲 凤锦元刚想反驳 这时 河中又顶着大雨 匆匆地跑进了堂厅 急声道 老太太 老爷 凤铜县老家那边遭了洪灾 祖宅逃出来的人 到京城来投奔咱们 已经到府门口了 从乡长变成三胖子 自从上次回乡祭祖 凤锦元这一只 虽然没有被亲出族谱 但老族长也说过 最好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就连凤七山顶 凤锦元祖父的坟 只要他们想签 都随时可以签 凤锦元本以为 这辈子也不会回去了 更不会跟老家的人 有任何往来 没想到 今日对方竟主动找上门来 他闷哼一声 开口道 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慢 当我们离开时 可没留半点情面 今日受了灾 就好意思找上门 老太太也不太乐意 当初在凤铜县 被族长训斥 让他这张老脸 简直没处放 没想到啊 风水流轮转 今日老凤家 终于囚到他头上了 来的都是什么人 老太太问何忠 可是老族长亲自来了 何忠摇头 老族长没来 来的是二叔公和三叔公 还带着几个孩子 一行十多个人呢 河中面上有些犯男 老太太 十多个人啊 老太太一时没反应过来 十多个人怎么了 成军伴在旁提醒 既然是遭了灾 那就是来投奔咱们的 势必要住下 这要割平时也就罢了 府里怎么也不差 十几个人住的 但现在 我们就要搬家了 那边的宅子 据说很小 老太太一拍额头 这可怎么办 成军伴说 不能让人家在门口等 咱们还是出去看看吧 老家来人 老太太自然要亲自出去迎接 老太太一去 所有人就都得跟着 除了大肚子的寒室 被留下以外 凤府其余人 都呼呼啦啦地往外走 就连已经被放出来的 安室都跟着出去 下人们撑起无数把大伞 给主子们遮雨 可雨下得太大 又怎是大伞就能遮得住的 有几把伞 甚至还没等绕过 牡丹院的隐蔽墙 就已经被风吹散了 一众人好不容易走至门房 就看到外头大人孩子的 站着十几个人 有个孩子还在大哭 凤锦元快走了两步 到跟前与两位老者打招呼 二叔公 三叔公 那两名老者看上去 近六十的年纪 被雨淋得一身狼狈 脊背也有些弯 一路逃难过来 鞋子都磨破了 一见了凤锦元 更老一些的那个就赶紧到 总算是见到你们了 这一路过来 死了不少人 再到不了京城 只怕我这把老骨头 也要交代了去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 一脸冷漠地问道 你们怎的这般狼狈 那人叹了口气 回话说 不瞒嫂子 凤无限的暴雨 一连下了一个月 终于引发了山洪 祖宅被冲毁了 咱们拼了命往外逃 可还是死了不少人 凤锦元问他 老族长呢 一听问起族长 这十几个人的神情 都落寞下去 就连那个哭闹的孩子 都停止了哭声 三叔公把话接了过来 老族长告诉我们 往经理头 来投奔你们 他自己上了凤七山 说是 说是要跟祖先们死在一起 他一边说一边蹲下来 将怀里一直接着的包袱 打了下 放到地上 人们一看 那包袱里包着的 竟是一堆牌位 三叔公继续道 这是祖先们的牌位 祖长说了 你们这一支 在京中立足也不容易 咱们虽是逃难 但也不能给家里添麻烦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 家里如果方便收留的话 咱们就住下 如果不方便 咱们就再寻别的去处 但是这些牌位 希望能留在这边 好歹你们有祠堂 委屈了 谁也不能委屈祖先 老太太一听这话 脸上就又有些挂不住了 人家大老远逃难来的 怎么可以不收 这话要是传出去 凤家成什么人了 于是赶紧道 方便 怎么可能不方便 这么大的一座府邸 住多少人住不下 成军曼也点头道 外头下这么大的雨 能往哪里走呢 就留下吧 好歹等雨停了再说 老太太和成军曼说了话 凤锦元也不好再说什么 虽然心里连声哀叹 可还是得把人都迎进府去 孩子们一听说可以留下 一个个开心的不行 跪到地上 就给凤锦元磕头 这么一磕 倒是让凤锦元更不好意思说不留了 于是一众人等又回了牡丹院的堂厅 一时间 堂厅挤得满满的 成军曼主动安排着 现在府里正好空着几处院子 康义儒家还有陈渝那边都能住人 眼下的情况也来不及再多收拾了 直接就住吧 同时吩咐下人 快去烧热水给客人沐浴 再准备干净衣裳 说着看向二叔公 外头雨大 买不了请裁缝是不行了 只能找些老爷的衣裳 先给你们换上 两位书公不要嫌弃就好 二叔公赶紧摆手 不嫌弃不嫌弃 能留下来已经是造化了 还挑什么新衣裳 再说 外头这么大的雨 最好大家都不要出门 有个小孩子说 我们来石在城外 看到有人钓到 泥沟里怎么都爬不出来 马车都陷了 老太太一听就有些忧心 凤铜县的洪灾很严重 二叔公点头 何止严重 整个凤铜县已经全没了 凤锦元有些心惊 凤铜县不是太小的县 洪灾能把一个县都给毁了 外头到底成了什么样 他到底是多年的丞相 说他不心戏百姓 不心怀天下 那是不可能的 否则天武帝 也不会留他在丞相位上 做了这么多年 如今一听说灾情如此严重 凤锦元就有些坐不住 可这关籍 已经被录到了无品 再坐不住 又能如何 看着城君曼有条不紊地 把老家来的人妥善安排 凤锦元忽然就心生恍惚 他在想 如果没有沉渔这个事 家里有这两个皇后的亲侄女 做贤内主 自己还是丞相 也不用搬家 该有多好 老家来了人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男性 可以好好招待 对外还能博个好名声 他一连回忆表现得明显 老太太见了 便奚落一句 现在知道后悔了 早干什么来着 如果你把对陈渝的心思 用来对阿恒 现在咱们凤家要什么有什么 任何一个人出去 都是八面威风 可惜 凤锦元没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凤与恒造成的 于是提醒老太太 如果没有凤与恒从中作梗 陈渝也不会死 老太太知道 跟这个儿子是讲不明白道理的 干脆也不多做废话 直接对他说 你去把地气拿出来 虽然雨下得大 但我估摸着 张公公还是会来的 到时候跟他做个交换 咱们赶紧到那边去试诺试诺 凤锦元最怕提地气 老太太一提这话 他都不敢与之对视 只转过身来 看着外头的大雨 呢喃地道 雨下成这样 就算换了地气 咱们能搬吗 这说的是实话 老太太也叹了一声 知道 但愿宫里不要催得太急 好歹等于是小些吧 此时的县主府 一个戴着黄金面具 穿着钳子长衫的男子 正站在凤与恒的闺房里 对着那个坐在桌子上 晃荡着双腿 吃葡萄的丫头大声道 女孩子要注意形象 人家都是小家碧玉 大家闺秀 你瞅瞅你 桌子上的人不干了 我怎么了 你不就照我这样找的吗 打从咱俩认识 那天我就能凭 我这两条小戏胳膊 把你从山凤里给搬出来 你见哪个小家碧玉 有这本事的 小名字 做人不要太挑天 面具脸赶紧跑过来 带着谄媚的声音道 不挑剔不挑剔 本王的意思是说 咱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不是 吃葡萄 怎么能自己包皮呢 桌子上的人点点头 你要这么说话 我就爱听了 那行 你给我包吧 啥 某人抽了抽嘴角 养那么多丫鬟是干啥的 什么事都让丫鬟做 那我要你是干啥的 他伸出手去勾住 对面人的脖子 乖了 你包的甜 就这一句 某人认命地坐到他旁边 默默地包起葡萄皮来 望川和黄泉进屋时 就看到俩主子 全都在桌子上并排而坐 四条腿在那晃晃悠悠的 一个吃着葡萄 一个包着葡萄皮 他家小姐还整了句 玄天明明 要是能把葡萄子也给我挖出来 那就更好了 两丫头一脸黑线 心说这事 也就凤语很敢干 这话 也就凤语很敢说 换了别人 看九皇子的鞭子抽上去布 黄泉快走了两步 到二人进前 开口道 除下已经在预备晚膳 殿下留下来一起用吧 玄天明点点头 理所当然地道 下这么大的雨 本王肯定是要留下来吃饭的 一边说 一边回头看了看窗外 半开的窗子 偷过来很大的雨声 他又道 如果雨势不见晓 晚上就也在这凑合一宿 凤语恒斜眼瞪他 咋这么不拿自己当外人呢 玄天明往他身边凑了凑 本来就不是外人 咱俩一起睡也不是第一次了 说着问相两个丫头 对吧 望川点头 对 凤语恒白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外头下了这么大的雨 玄天明冒险出来看他 吃完晚饭天都黑了 他怎么忍心再把他赶回去 见凤语恒没什么意见 望川便换了话题 将凤府那边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还告诉他 消息是程大夫人派人递过来的 对于程氏姐妹 童生轩这边还是有几分尊重 毕竟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 而且还是站在凤语恒这边的人 望川黄泉二人 自发地跟他们叫程大夫人和程二夫人 凤语恒问他 凤铜县那边的灾情很严重 玄天明把话接了过来 那头地势低 又是山城 洪水不可怕 可怕的是泥石流 今年的雨清 天间都说不正常 怕是受灾不小 凤语恒游自想了一会儿 随即唇角轻挑 既然凤锦园已经从乡长变成了三胖子 咱们就不能当头再给一胖子 我琢磨着 要不服服平吧 县主有赏 基安县主赏凤铜来客宴席 主菜十八市 粮菜六市 高汤四中 基安县主赏凤铜来客衣料三十二匹 四县主府裁缝上门剪裁 基安县主赏凤铜来客国品点心 每人一份 基安县主赏凤铜来客零用银两 每人一百两 凤府的晚膳 就在这一声声传唱中进行开来 大量的童声轩下人网用饭的花厅鱼贯而入 每人都穿着特奇怪的衣裳和鞋子 那衣裳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透明的 连着帽子 衣裤分离 男女都一样 把正常的衣裳隔在里头 脚下的鞋子像是高靴 材质同样不明 但不管衣裤还是靴子 都十分防水 他们就这样走在雨里 也不撑伞 却一点都不显狼狈 东西是清玉带着往这边送的 一道道菜市上桌 她便冲着老太太和二叔公三叔公行了礼 这才道 县主听说来了客人 便嘱咐府里的厨子备好了饭菜 往这边送 最近大雨 将送菜进城的家户都隔住了 经理已经有几日送不进新鲜的食材来 县主想着凤府这边肯定也是短缺 好在县主府的地窖里有储备 便这人做好了送来 她一边说一边往桌上看 自己带过来的菜是没上桌前 这桌上连咸菜都有 可真不是一般的寒酸 老太太和凤锦元的脸色就有些黑 但又不得不承认 凤家的确是没有多少储备了 粮食到好多 存得多也能存住 可菜品和肉类就不是长期储存的东西 这一大家子人要吃饭 早就见底了 他们原本还想着 如果再有两日还是买不到菜 搞不好就要天天吃咸菜度日 老家来的人都知道凤宇恒是县主 之前凤锦元说县主有专门的府邸 这么大的雨 就不叫她过来一起用饭了 没想到那丫头这么有心 居然叫人送了菜来 二叔公跟三叔公赶紧起身 就要跪地谢恩 被轻玉一把就给扶了住 两位长辈千万不要这么客气 县主说了 今日凤家大丧 怕是凤大学士也没有心情招待各位 他总得尽些绵薄之力 不能让大家受了委屈 一边说 一边还指着那些不皮道 县主府里有县城的采访 奴婢已经带了过来 待晚膳用过之后 就让他给大家量体裁衣 一切花销都由县主府来承担 另外 他又将那些银票取到手里 直接递给二叔公 一张银票是一百银 每人一张 您收着 这里还有些碎银子 是给大家预备着平时用的 二叔公的眼眶都湿了 啊 不对 县主 县主想得真是周到 凤家能收留 咱们已经是大恩了 没想到他还能如此待客 不亏是凤家嫡女 三叔公却听出些不一样的门道 急着问了句 你刚刚说什么 凤家大丧 他疑惑地瞅瞅四周 并未见任何哀伤之气 自进了府门后 也没有人跟他们提起什么大丧 这话到底是怎么说的 清玉愣了一下 随即看了看老太太 然后一拍额头 看来是奴婢多嘴了 三叔公就当奴婢没说过那话 莫要追问了吧 说完 将手里的银票和碎银子 都塞了过去 然后再道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 就差人到隔壁县主府去说一句 还是穿着那一奇怪衣服 踩着那双奇怪鞋子 就那么冲进鱼里 行走自如 一时间 人们都看待了 三叔公却还惦记着之前 又追问了句 大丧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见瞒不住 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看了成军曼一眼 成军曼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于是主动开口 将沉愚的是讲了出来 他很聪明 说得隐晦 并没有提及具体原因 只说惹恼了皇上 被除斩刑 然后奉紧元官降无品 老家的人万没想到 竟出了这样的变故 在镇主府内 玄天明正跟凤与恒 一起和一个大肘子拼命 拼了几次 他发现真拼不过媳妇 无奈放弃 干脆说起正事 凤同县的山红告示 让我想到一个主意来 凤与恒一边包着肘子皮 一边问他 什么主意 他说 千周的事怕事瞒不下去 而我们又要为炼钢争取时间 立即出兵是不理智的 我便想 趁着大雨 安排那几个贼子回千周去 半路遇山红丧命这种梗 还是能用的 凤与恒眼一亮 瞪大了注视着玄天明 行啊 这么损的渣都能想得出来 那是 玄天明坐直了身子 你说这个主意怎么样 凤与恒点点头 甚是不错 但去送行的人 可得选几个靠谱的 不能为了送他们几个上路 再搭上咱们大顺人的姓名 不值 玄天明想了想 叫安卫去吧 随即一仰手 搬走 出来 搬走身形一晃站到二人面前 殿下 主子 玄天明吩咐他 你带上六个人 明日随本王进宫 搬走点头 属下遵命 玄天明再摆摆手 那就下去吧 搬走身形再一晃 又无声地离开 这一顿 凤与恒吃了一个大肘子 四块排骨 半条鱼 六只虾 两个狮子头 还有一只乳鸽 玄天明都无奈了 你就不能吃点青菜 某人答得理所当然 我又不是兔子 然后问黄泉 想容呢 黄泉告诉他 三小姐说不打扰您跟殿下 他去陪夫人一起用膳了 凤与恒一想这样也好 姚氏一个人吃饭也挺闷的 有想容陪着 就当替他这个女儿惊笑了吧 他心里正正哀叹 对于姚氏 有的时候 是真的拿他没有办法 一顿晚膳 县主府这边吃得丰盛开心 凤家那头 却谁也没了吃饭的心思 陈渝的死 让老家来的人震惊异常 人人皆知 那是凤家最好看的一个女儿 他们还曾讨论过 凤家这个女儿 定是会有大出息的 却没想到 竟是在刚刚吉吉的最好的年华里 就这么香香玉玉 实在令人感叹 凤锦元借着机会 又抒发起自己的感想 就见他 指着这一桌子好饭菜说 凤宇恒给你们送点吃的 送点料子 再送点银子 你们便感念他的好 殊不知 要不是他按理做手脚 害他大姐姐 陈渝怎么会遭此劫难 我又怎么会官将无品 凤家又怎么会连这宅子 都保不住 他越说越激愤 最后竟是拍着桌子大声道 都是那个小畜生 他迟早要害的凤家家破人亡 这一句话 声音实在是有点大了 大的那个还没等 走进花厅的人 离着老远就听到了耳朵里 就听一声尖利的嗓音突然扬起 有个人说 凤大学士 这是在骂谁呢 凤家人大惊 齐齐扭头 就见外头有一伙人 正往花厅这边走来 为首的是 太监张远 可他这派头可太足了 一个太监 边上居然动用了四个人 一起为他撑起了一顶大杖 将他整个人 严严实实地扣在里面 一点都淋不到雨 凤锦元眯着眼睛瞅了一会儿 很快就认出 那顶雨仗是天武帝的 每当雨水过大时 都会取出来用 没想到 皇帝专用的东西 居然借给了一个太监使唤 可见这天武帝 对这张远是有多好 他赶紧起身 老太太也跟着起来 同时冲着二叔公等人实眼色 小声道 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 众人一听这话 赶紧就起了身 虽然是个太监 可人家是宫里出来的 又是皇上的贴身太监 地位自然不凡 就在众人起身的功夫 那张远已经走至花厅前 往里队看了一眼 随口道 哟 人还挺多 然后迈过门槛进了厅来 往凤锦元面前一处 也不废话 直接就到 凤大学士 咱家是来与你交换地气的 凤锦元一脸为难地道 张公公也看到了 外头这样的天气 怎么办 能不能缓缓 好歹等雨停了 要不这一家老太 他回身指了指 特别是指着老家来的人说 您看 这些是凤铜县老家逃难过来的人 那整个县都被山洪冲毁了 他们好不容易逃到京城 老得老小的小 茂玉搬家 实在是让本相 让本官于心不忍啊 张远点点头 这个事儿 皇上已经知道了 也派了人手下去赈灾 对于凤铜县 自然会有一番安抚措施 凤大人无需操心 另外 皇上也说了 下这么大的雨 确实是没法搬家 那就不急 再还几日 也不跟凤大学士收租子 但是这地气 今日是一定要换的 也省得咱家老往宫外头跑 你也知道 宫里事儿挺多的 咱家侍候皇上都受不过来 哪有功夫一趟一趟的出宫来啊 凤锦元急到 不劳公公出来 本官给您送到宫里去 呦 张远一下就笑了 凤大学士说笑了 您现在官居正无品 是没有资格随时进宫的 这 凤锦元着急了 额上见汗 双手不停地搓着 安氏问了句 老爷您是冷吗 他冷眼瞪了安氏一下 随即一跺脚 好 公公且等等 地气放在书房 本官这就亲自去取来 话说 老七是喜欢横横的 这种东西 能叫父亲 凤锦元离开花厅 再回来时 果然就带了一纸地气 他将手中地气递给张远 张远接过去看了看 然后再将另一份地气 交给凤锦元 凤大人收好 这事儿就算了 暴雨未停 皇上说了 凤家可以在这里再住几日 待遇是小一些了再搬 凤家人对于这样的恩典 集体谢过 眼睁睁地看着张远 又牛轰轰地 打着皇上御用的散仗 离了凤府 凤带随口说了句 一个太监 怎么感觉比王爷还牛 老太太瞪了他一眼 或从口出 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凤带吓得一击灵 再不敢多说 承军慢看了凤锦元一眼 正对上他有些慌乱的神情 那指地气在他手中 被握成了一个团 指关节都因用力过大而犯了白 他挑了挑唇脚 开口道 老爷 地气收好 莫瑶弄坏了 凤锦元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把地气扑平整 然后跟老太太说 眼下什么也不用想 一切等于停了再说 老太太点点头 他也直着雨不停 便什么都做不了 只好张罗着众人继续吃饭 凤锦元却有自己的想法 次日 玄天明吃过早饭后 离开县主府 带着搬走直奔皇宫 凤玉横赖了换床 正准备起来呢 望川就进来告诉他 凤大人了 他皱眉 又来干什么 望川说 大夫人那边传来的消息 昨儿晚膳时 张公公到了凤府 凤玉横皱眉 他哪来的地气用来交换 望川摇摇头说 这个还不清楚 但大夫人那边 确实是说 凤大人用凤府的地气 跟张公公 换了西南边的新宅 凤玉横琢磨了一会儿 游子尼南道 该不会是造了个假的去蒙人吧 然后起了身 咱们去看看 他到时 凤锦元已经在外堂 坐了好一会儿 见凤玉横出来 他心底那股莫名的火气 又瞬间涌起 对这个女儿 他是左看右看也看不顺眼 说话都带着刺 也不看看都什么时辰了 你居然才起 真是没有规矩 凤玉横怂怂间 自顾地走到主座上去坐着 一边喝着清茶一边说 我在自己府里 想什么时候起 就什么时候起 你看不惯就出去 凤锦元气地直锤桌子 指着凤玉横又到 还没出阁 就把男人留宿在府中 凤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呦 凤玉横一下就笑了 凤家还有脸 让我去丢吗 凤臣于婚前失真 已经融为全程笑柄 你凤家的脸是有多大 那么丢都没丢完 还能给我留点 他越说越是觉得好笑 你若实在觉得 玄天明住在这里不好 那就到御王府说去吧 或者进宫面圣 把这事跟父皇好好说到说到 哦对了 不好意思我忘了 你现在已经不能随意进出皇宫了 凤大学士 凤锦元如今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只是认命地看着凤玉横 突然发现 自己在这个女儿面前 真的是连头都快要抬不起来 他的一句话 一个笑 甚至一个随意的动作 都可以把他击垮 而凤家如今想要生存下去 还是要仰仗这个女儿 但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盯着凤玉横问 如今 你连一生父亲都不肯叫了吗 凤玉横收了笑容 看向他的目光 愈发地冷起来 父亲 他口中呢喃 并不是叫对方 就是自顾地在合计着什么 半场 终于又道 我好像还真是不太明白 父亲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人人都说 父亲就是儿女的天 为儿女做主 为儿女博取好的生活和前程 可是我的父亲 却是一心一意地 想尽各种办法要我性命 还对其他谋害 我与弟弟之人百般维护 这种东西 能叫父亲 凤锦园面上一阵骚热 凤玉横的话就像刀子 狠狠地往他脸上刮来 他躲不及 也避不开 只能生生受着 谁让这些事都是他做的呢 谁让他当初没看清形势 没想到西北三年 这个女儿居然性情大变 还有了那样一番奇遇 啊 他终于想起今日来的目的 也想起自己是来求人办事的 千万不能在事情 还没说出来之前 就跟凤玉横把关系弄僵了 于是倾咳了两声 无视前面的话题 厚着脸皮道 为父 我 我今日来 是有事与你商量 哦 凤玉横眯着眼睛看他 与我 商量 凤锦园摆手 不是 是有事求你 一边说 一边从袖中拿出一张纸来 这是凤家 新宅的地气 我想请求你 能不能用这个 把凤府之前的那张换回来 望川接过他手中的地气 递给凤玉横 他低头去看 只一眼便又抬起头来 然后用十分疑惑的目光 看向凤锦园 你是不是觉得 你自己傻 别人就也都跟着一起傻 嗯 凤锦园一愣 你这话是何意 凤玉横扬了扬手中的纸 这新宅子的大小 连如今的凤府三成都不到 地段也跟这边没法比 价值估算起来 能达到旧宅两成就不错了 你用这么个破东西 换我手里的地气 到底是怎么想的 还有 他纳闷地问凤锦园 听说这东西 是你用旧宅地气换来的 我就奇怪了 旧宅地气明明是在我手里 你那个又是什么 凤锦园面色不大好看 大手一挥 这个不用你管 今日我确实来求你的 请你念在我生你 养你的份上 帮我这一次 他自知理亏 连为父二字都说不出口了 凤玉横还是摇头 我是母亲十月怀胎生下的 是西北大山里 被波斯师傅教养出来的 至于前面几年凤家的养育之恩 我说过 千周与陈鱼两起事件 保凤家满门平安 也算我还了你们的人情 其他的 莫要再提了 凤锦园 心知自己来换地气这事 十有八九是不能成 可他就是 想要碰碰运气 万一成了呢 可最终却还是这样的结果 他无奈地摇头 也没再说什么 自顾上前 将凤玉横手里的地气 又取了回来 直到 罢了 你不肯 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说完 将地气揣入怀中 匆匆出了外厅 看着他冒雨离去 凤玉横眼珠一转 吩咐望川 你拿上我的腰牌进宫一趟 去找张公公 请他仔细检查 凤锦园昨日交给他的东西 八成 是假的 鲍宇又拼命一样地下了两日 依然未见情 凤玉横让黄泉 往郊外的庄子上去了一趟 好在庄子那边的房屋结实 没有漏雨 孩子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平日里种的菜 都收在地窖里 倒也不愁吃喝 搬走带了几名暗卫 打着护送的旗号 送千州人往北界而去 玄天明与之约定 离经百里后动手 也算是给了千州一个 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交代 毕竟眼下大顺攻打千州不是时机 千州就更没那个本事 主动攻打大顺 这事漏洞百出 但千州没胆子追究 也没实力追究 这就给大顺炼钢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来 青天间昼夜戏观天象 却一个个紧皱眉头 最终给出的结论就是 天灾 玄天明虎符在手 调动各地驻守兵 将投入抗洪抢险 却收效甚微 凤玉横知道 只要雨还在下 这红就没法抗 洪灾这种事 在二十一世纪都十分棘手 即便是出动直升机救人 也还是有不计其数的生命 被卷入洪水中 更何况 是在这人力物力资源 都平级的古代 一切就只能等雨停 纵使他凤玉横 面对这样的天灾 也是束手无策 这两日 凤府那边倒是出现个怪现象 凤锦园居然开始让各院雨露均粘了 他甚至在一天之内 连着去了城市姐妹的院子 第二天 又分上下午的 去了安室和金真的院子 晚上又到寒室那边坐了坐 老太太有些担心 一个劲地问赵嬷嬷 锦园这么折腾 身子能瘦得了 赵嬷嬷也不明白 凤锦园这是怎么了 大小姐刚去世 自己又被降官 时下又暴雨天灾 眼瞅着大家还要被赶出这府邸 他怎变 还有闲心在这个结果眼上 宠妻疼妾 还一天几次 这不对劲啊 可是再想想 便也琢磨出一套道理来 他对老太太说 可能是最近家里连着出事 老爷心虚憋闷 不得不找个发泄的去处 老太太闷哼一声 他心虚憋闷 或都是他惹出来的 他有什么可憋闷的 唉 他叹了一口气 搬家之后 就没有这么大的院子 府里的下人 势必要遣散一些 这些事情 你来做吧 赵嬷嬷连声应下 对于凤锦园的一反常态 家里妻妾也不明所以 金真和韩世 倒是很开心的 特别是金真 能再得凤锦园恩宠 他简直是使了浑身解数来侍候 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自己的肚子能争气些 一举的难 直到凤锦园离开 金真还是平复不了激动的心绪 便张罗着 让满喜给他好好地梳妆打扮 以期凤锦园再来 可是满喜却纳闷地告诉他 奇怪 怎么好像首饰匣子里 少了好些东西 那对玉琢不见了 还有跟金三也找不到了 与此同时 韩世那边也在翻箱倒柜地找他 私下攒出来的一千两银票 而成军曼跟成军梅也坐在一处 就听成军梅道 姐 你说他偷这一圈 能偷出多少银子来 积拿归案 凤锦园接二连三的宠幸妻妾 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 各院都丢了东西 无一例外都是值钱的 韩世和金真脑子浅显 还看不明白其中究竟 就认定是院里下人手脚不干净 又是拷问又是毒打 闹了好一阵子 安氏那边倒是萧亭县 想荣早递了消息过来说住在县主府呢 他便放了心 凤家人知道 想荣住在那边 也没胆子去找 对于凤锦园 他虽说平日里不冷不热 但那到底是他的男人 人家想要留宿 他还是会尽妾室的义务 只是对于那莫名丢失的 三千多两银票 心里犯了合计 凤锦园什么时候 练了这么一手本身 不过很快便想清楚究竟 定不是凤锦园一个人下的手 他身边总带着暗卫 一个指名地方 一个去做手脚 东西不丢才管 对于丢失的银票 安氏表现得很淡定 只是吩咐丫鬟 贫儿穿好缩衣戴好斗笠 就跟门房说到县主府那边 看看三小姐 然后跟二小姐借辆马车 你去衙门报关 就说咱们丢银子了 请金兆颖大人 到钱庄那边 将银票封掉作废 快去 贫儿出府时 正好看到城市姐妹院子里的人 也在往外走 也上了马车 也往府衙的方向奔了去 直到双方在衙门里碰了面 再分别向金兆颖 陈述了所来为何 这才知道 竟都是来为自家主子报关的 而当天下午 凤锦元便悄悄出了府 直奔京城几家钱庄 到了之后却被告知 银票都已经被挂施作废 除去韩氏那张之外 他一文钱都没能取出来 凤锦元气得牙根都疼 他太明白挂施作废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安氏 城市姐妹 这三个女人 城市不足 拆台的本事倒是一个顶两 他抱着韩氏那一千两银子上了马车 暴雨太大 马车都有些漏水了 但凤锦元却依然没有回府 而是又在京城大街上巷里的几家当铺穿梭起来 终于回府 已经过了晚膳 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直奔了松原把自己关进书房 这才打开包袱 去算今日弄到的银两 数一数 却不过一千三百样 金珍那里的首饰根本就不值钱 暗卫是指到他的指令 从一只金珍很看重的首饰匣中偷取的 还挑大镯子拿的 谁知道那镯子是从前他买来送给金珍 不过是街边花不到十两银子买来的便宜货 他却告诉金珍是补物 这才引得金珍像宝贝一样珍藏 倒是城市姐妹那边 顺来的几只耳坠子 卖了三百两 可是这里每月八千两的租金 还是差太多了 他给了张远一张假地契 这事早晚得穿帮 可他也是没有办法 地契的事 绝对不可以让老太太和其他人知道 现在只有尽快凑钱 每个月都要想办法 凑出八千两银子 把现在凤家住的这宅子给租下来 那样就可不搬家 他再把假地契换回来就成 可惜啊 万万没想到 安氏和城市那三个贱人 居然报了官 作废了银票 这可让他如何是好 他在书房里 急得焦头烂额 暗卫一闪身出现在面前 出了个主意 要不 从老太太那里下手吧 老太太应该藏了不少提起银子 咱们先拿来就救急 以后有了再还回去就是 凤锦元不是没想过这个方法 可是 老太太的银子 藏在什么地方 连我都不知道 怎么下手 暗卫想了想说 要不夜里进去搜搜 凤锦元游子想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也好 眼下也没有再好的办法 就只能暂时借用一下 或者 他觉得还有一招可行 想办法去把阿恒手里的那张 真的投回来 他话一出口 那暗卫力时摇头 不行不行 主子树树下无能为力 为了防止有人打炼钢树的主意 二小姐府上一如铜墙铁壁 别说是人 就是连只不可靠的鸟 都是飞不进去的 这一点凤锦元自然明白 无奈地叹了口气 罢了 晚上到老太太那里看看吧 正说着 外头突然传来小四焦急的敲门声 同时叫着 老爷 老爷 暗卫一闪身 隐去不见 凤锦元将桌上的银子收起 这才道 进来 那小四赶紧推门进来 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急匆匆地道 老爷快到前院去看看吧 金赵银许大人带着一大队官兵上了门 说是要将老爷缉拿归案 什么 凤锦元大惊 手下意识地就往桌子底下那包银子上摸去 心道 难不成是这些东西惹了祸 可他马上就又镇定下来 不可能 那三个女人再拆台 也不过就是 让他拿不去他们的银子 告官抓人这种事 是不可能干得出来的 可不是这个事 那 他的心猛地打了个颤 心说不好 定是地气出了事 小四见他站在那里一直不动 不由得又催了催 老爷 老太太和夫人们 已经到牡丹院的堂厅了 老爷快去看看吧 凤锦元是一肚子苦水啊 今儿这事 看来是躲不过了 干脆一咬牙 硬着头皮往牡丹院走去 雨越下越大 从松原到牡丹院并不是很远 他还穿了缩衣带了斗笠 却还是被浇了个半透 凤锦元就在想 如果雨再这么一直下下去 会不会人在府里都无法走动啊 思绪间 人已至堂厅 就看到牡丹院里挤满了官兵 为首的许敬元 正站在堂厅里 跟老太太说着话 本官原本是不想 伤这份和气的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里也算是基安县主的娘家 可凤大人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用一张假地器 去骗张公公 骗张公公就等于骗皇上啊 这可是欺君大罪 他这欺君大罪一出口 凤家人就害怕了 粉带嘴快 紧着问了句 欺君的罪该怎么判 许敬元理所当然地答 自然是超灭九族 老太太扑通一下 坐回到椅子里 差点没把心都给吓堵出来 不过许敬元又说了 你们不用这样害怕 灭九族是不可能的 因为九族里头 还包括着基安县主 就冲着这个皇上 也不可能灭了凤家九族 老太太这才回过一口气来 整个人就像在鬼门关 转了一圈似的 连声道 真是脱了阿恒的福 真是脱了阿恒的福啊 安氏这时候又问了句 灭族大罪可免 那其他的 此时凤锦元也走了进来 徐静元看到他后马上到 凤大人必须要跟本关走一趟了 到府衙将事情说个清楚 然后再听后圣上发落 粉带看着他父亲 此时这副样子 脑子里就冒出来两个字 窝囊 他冷冷地开口 父亲为何要用假地器 真的呢 就觉得老爷对地器一事颇有避讳 这里面可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咱们 他们这一问 老太太也绝出不对劲了 历时将质问的目光投向凤锦元 看得凤锦元脸颊发烫 他只得胡乱地说了句 真的丢了 然后看向许静元 我跟你们走 许静元点点头 冲身边官兵摆了个手势 立即有人上前将凤锦元压住 曾经的丞相落得今日地步 凤锦元自己都觉得眉眼见人 不由地把头低了下去 催促着许静元说 走吧 快点 韩氏和金针还看不出眉眼高低 一见凤锦元就这么被压走了 吓得直哭 拼命地大喊 老爷 老爷 老太太气得拿权杖去打粉袋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带他出来 吓到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 赶紧送回去 凤家这头乱做一团 县主府那边 凤玉衡也正在姚氏屋里苦心劝慰 萧州地势高 书院又建在山顶上 山鸡修得极为牢固 不会有事的 姚氏看着窗外大雨 这颗心怎么也放不下来 他不停地问凤玉衡 现在真的不能走了吗 我就从京城去萧州 你送我去好不好 凤玉衡摇头 城外关道都冲毁了 人都难走 更别说是马车 娘亲 稍安勿躁 酒店下已经派人往萧州去了 文宣王妃那边 也定是时刻都留意着消息 明日我往文宣王府走一趟 再去问问 姚氏挂念子瑞 这么大的雨 引发的山红 把整个凤铜县都冲没了 萧州那边 万一也出点什么事 她的子瑞怎么办 她等不了明日 便催着凤玉衡 你现在就去好不好 娘亲求你 子瑞那么小 如果真发了水 她跑都跑不了的 凤玉衡没办法 别说是姚氏 就连她自己 也是挂念的不行 虽说萧州地势高 可云露书院在山上 万一山体被冲垮 那岂不是一整个书院 都要塌陷 她站起身 拍拍姚氏的手背 道 好 我现在就去 娘亲就在家里等着 说完 穿上雨衣 带了望穿黄泉 就往外走 县主府这边有凤玉衡 从空间里拿出的雨衣 空间里原本有两件 她备用的雨衣 还有几把雨伞 她分了无数次往外掏 终于差不多 每人都能分到一套 只可惜 都是女孩子穿的 就算是她从前 二十几岁的身材 府里的男子 也还是穿不了 所以这几日 县主府在外走动的人 多半都是丫头 黄泉往侧院走去 准备公车 望穿护着凤玉衡 先到了门房下面避雨 刚刚站下脚 就听到外头 有十分急切地拍门声 同时伴着一个女子的大叫 开门 快开门 有没有人 快点开开门 她听着动静有些熟悉 再听一会儿 不由地一愣 看着望穿道 白芙蓉 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县主府大门一开 外头立即有一人跌了进来 凤玉衡将人接住 就见一身湿透的白芙蓉 摔到她身上 两手死抓着她的胳膊 身体冰冷 牙齿都在打哆嗦 芙蓉 凤玉衡叫了她一声 把人从地上扶起来 再往后面看 发现她坐的马车 已经被雨打坏了 车夫站在暴雨里 一副快要坚持不住的样子 快把那车夫接进来 带进府里休息 她吩咐门房 然后再对望穿说 文宣王府我看来是去不成了 你去找黄泉 你们两个去一趟吧 打听清楚萧州的情况 望穿点头 看着外头黄泉 已经赶车到了 赶紧就冲进雨里 凤玉衡带着白芙蓉 回了自己来的院子 还等不及下人 给她拿换洗的衣裳 她便抓着凤玉衡急声道 阿衡 好可怕 外面好可怕 她一边说话 一边打着哆嗦 凤玉衡这才发现 白芙蓉打哆嗦 不是因为冷 而是因为她害怕 你看到了什么 她问白芙蓉 你从哪里来的 府上吗 你的马车很结实 如果只是在京城里走 不会露成那样 芙蓉 你是不是出城了 白芙蓉点头 对 我出城了 父亲在暴雨之前 出去看一块老玉 今日派人送了信说会回京 可沙赫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她越说越恐惧 最后整个人都缩到椅子里 脸色煞白 凤玉衡心中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之面色也沉愈下来 看来 我最不希望的事 到底还是发生了 她呢喃轻语 在看向白芙蓉 问她 城外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白芙蓉点头 大喘了几口气 急声道 死了好多人 每一个水坑里 都堆满了死人 每一棵树下 都堆满了死人 那些人被雨水冲泡得 完全变了形 有些尸体的头 泡得比脸盆还大 有的根本都看不出来是人了 父亲说 眼下天气还是会热 天灾之后 日头暴晒必有疫情 让我来请你想个办法 白芙蓉看着凤玉衡 目光中尽是期待 凤玉衡心里也没底 她没想到城外的情况 已经那么糟糕 她问白芙蓉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白芙蓉告诉她 都是往京城逃难来的难民 有的死在路上 有的因为进不了城 就死在城门口 她听出门道 进不了城 白芙蓉点头 没错 难民们只是把京城 当做一个精神支柱 只想着 京城一定不会被水淹 却不想自己 在京城根本无情可投 那些说出亲人所在的 城守都立即派人去查 查到了就放心 可是没亲人在的 就绝对进不来 其实 她顿了顿 再道 父亲说 其实很多人是饿死的 我知道了 凤玉衡摆摆手 示意白芙蓉 不要再说下去 她心绪有些乱 虽然这样的情况 也不是没想过 可真的发生了 还是让她这个 有着后世思想的人 有些接受不了 啊 白芙蓉又叫她 父亲说 想要控制疫情 唯有你能做得到 你能想想办法吗 我怕 我怕 她的话又不顺畅起来 脸色也更白了些 好像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人都坐不住了 直接从椅子上跳起 抓着凤玉衡急喘着说 我怕那些难民太过饥饿 会 会吃人 她将白芙蓉 没说出来的话脱口而出 然后自己也控制不住地 打了个冷战 饥荒难 人相识 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芙蓉 先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 她吻下心绪 按住白芙蓉的双肩 手上用了些力气 就像是想把自己的力量 传递给对方一样 白芙蓉倒是真的 在她这样的注视下 平静了许多 就听到凤玉衡又道 疫情控制固然重要 但那毕竟是要等雨停了 才能做的事 现在当务之急是 安抚难民 绝对不可以出现 人相识的情况 知道吗 白芙蓉下意识地点了头 可还是有些迷茫 我们该怎么做 凤玉衡告诉她 我给你准备新马车 你去找天歌 请她以郡主的身份 出面去米商手里买米 没有青菜就用咸菜 至少得保证 还活着的难民们 每天都能喝上两碗粥 只有让人们活下去 才不过出乱子 白芙蓉也只事态紧急 稳了稳心绪 立即站起身点头道 好 我这就去 凤玉衡走到柜子前 拿了件雨衣给她 再亲自送人出门 白芙蓉这边刚走 很快就有一堆官兵 急匆匆地从府门前跑了过去 又是抱 又是抬得有很多东西 还有一些木头架子 其中一人奔了她这边来 凤玉衡一看 还是老熟人 王卓 你们这是要去哪 她主动开口问道 来人正是王卓 一身缩衣带着斗笠 满脸都是雨水 她跑上前 扯着嗓子说 县主 酒殿下吩咐咱们 到城外去搭帐子 给难民避雨 她这才明白过来 那些官兵 抬着的木头架子 是做什么用的 可是雨这么大 搭帐子管用吗 能不能让他们进城来 王卓连连摆手 县主 人太多 进来就乱了 再说 就算进来 也没地方给他们避雨 凤玉衡知道这是现实 一个国家 哪里都可以乱 唯独京城不行 据白芙蓉之前的说法 外头的难民 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庞大的数量 都放进城里来 肯定会乱套 他不再拦着王卓 只是提醒他 光搭帐子不行 还要命人把尸体搬到远的地方 集中到一起 回头我想办法焚烧 王卓点头 大声道 县主快回屋吧 属下这就去办差 说完又冲进了雨里 凤玉衡看着宾关越跑越远 忧心又气 雨下得这么大 搭帐子有用吗 城外难民到底有多少 得搭多大的帐子 他想了一会儿 转身回去 叫了清玉到屋里来 摊开纸一边在上面写着什么 一边说 一会儿 你差人去一趟百草堂 照着我写的药材名字 让那边把药材留好 另外吩咐王林腾出一些人手 要手脚麻利的 懂得药理知识的 以备后用 他说完便落了笔 将只往清玉手里一塞 你不要自己去 拆人去送就行 然后赶紧回来 咱们进宫 外头的暴雨 依然是不见弱 甚至还加带着冰雹 县主府已经将所有的马车 在家后两层 以防不测 凤玉衡带着清玉 坐着公车往皇宫去 经过御王府时 特地停下来打听了一下 得知玄天明也在宫里 便催着车夫加快脚程 皇宫所有宫门紧闭 御林军搭起岗棚 可还是能被御林的全身都石头 见有车辆停在宫门口 守卫们赶紧上前 天武帝早有吩咐 时下天灾 再朝官员 必有要紧奏报随时进攻 虽说宫门紧闭 但欲有禀报灾情的官员 无论何时都必须放行 因着雨大 守卫们也没看清楚 来的是什么车 就准备上前问问 凤玉衡已然掀了车帘子露出头来 他们一看是继安县主 便是问也不问 直接就把宫门打了开 其中一个为首的人还说 县主不用下车了 就坐着宫车进吧 酒店下早知县主会来 已经吩咐过了 让您一入宫 就往乾坤殿去 凤玉衡点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催着车往乾坤殿的方向感 宫车一直走到乾坤殿的广场前 才停下来 轻欲撑起一把凤玉衡准备的伞 挡在上方 以免被冰雹砸伤 而后 两人穿着雨衣和雨靴走进雨里 一步步朝着乾坤殿而去 才走到殿门口 就听到天武帝一嗓子吼了起来 还要再下五天 再下五天皇宫不都得给淹没了 京城都这样 外省可怎么活 不行不行 这事儿 你们得想想办法 不能再让他这么想 紧接着又有一个声音无奈地道 皇上 天相所示 臣是真的没有办法呀 没办法就想啊 人不能跟天斗啊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谁也不让份 凤玉衡快走了两步 这才发现 跟天武帝说话的那个人 他也是见过的 虽说算不上熟 但也有印象 他走上前 先是跪下来给天武帝行礼 道了声 儿媳叩见父皇 天武帝赶紧摆手 快起来 就等你呢 凤玉衡起身 看了眼边上站着的玄天明 而后 目光又往那个之前 与皇上说话的人身上头去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面上挂了淡笑 轻点了点头 主动道 青天尖尖正大人 有礼了 那尖正身子一晃 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然后神情一领 赶紧回礼 下官 见过县主 天武帝有些不耐烦 别整那些个没用的 啊 你快过来 他冲凤玉衡招手 直到他人 走到玄天明身边 两人一起 站到自己身侧 这才又到 他们青天间说 这雨还要再下五日 你说 这可该如何是好 玄天明义 有些无奈 你问恒恒也没用啊 他本事再大 还能管得了天去 凤玉衡点头 父皇 天要下雨 谁都拦不住 但京城外堆积的难民 必须要妥善安置 否则难民倒是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万一有居心颇测之人 混迹其中 就很难控制 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 玄天明说 已经加派人手 往城外驻扎 咱们大营里 也调了五千将士出来 本王已命人到城外搭仗 先把人安置下来再说 凤玉衡也道 我看到王卓了 搭仗是一方面 我也命他这人去处理尸体 天歌此时 应该也在联系米商公米 必须要让难民能吃上饭 民以食为天 只有不饥饿 才能不闹事 他转头再问那青天尖尖正 大雨过后 是什么样的天气 能测出来吗 那间正叹了口气 雨带绝望地答 猎晒 有我在 天下就乱不了 一句猎晒 仿佛让人们看到了 一副炼狱般的画面 天灾之后 猎晒毕生疫情 天舞盯着凤玉衡问他 有救吗 凤玉衡两道袖眉紧领在一起 想了一会儿道 我已经命人把城外尸体 都搬到远处集中起来 想要控制疫情 首先 尸体必须要焚毁 活着的人 也要时刻防范 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小伤口 处理不当 都有可能一变 难民们栖身的环境 也要不停地进行消毒 最大限度地隔绝病菌 吃的东西要干净 如玉发热和风寒 必须及早救治 迅速康复 这样的条件下 一个喷嚏都有可能要了人命 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 终于停下时 却是紧握了玄天明的手 然后目光坚定地看向天舞 又说了句 我出城 不行 玄天明第一时间有了反应 反手死死地把他的小手握住 再认真地道 绝对不行 天舞帝也跟着点头 有的是人手调判 啊哼 你就不要去了 凤与恒无奈摇头 不行 只有我才能救他们 我若不去 派出去再多大夫 也是无济于事 他劝玄天明 你要相信我 我有能力保护自己 也绝对不会染上疫情 怕玄天明不信 又紧着道 我可以给自己打针 只要打了那针 就不会生病 玄天明不知道 他那神奇的针是什么意思 但想想之前几次凤与恒 救人时的表现 和那些奇怪的物品 他便知道 这丫头既然如此肯定 那就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 于是他点了点队 确实道 那好 本王同你一起去 这一句话 把天舞给惹毛了 就见他猛一拍桌子 大声道 不行 张元也在旁边劝 殿下 三思啊 或许 凤与恒的出城天舞帝 还能够接受 但玄天明 出城他绝对接受不了 他不能让这个儿子 再有半点闪失 于是大手一挥 把话封死了 这件事 朕绝不让步 玄天明盯着天舞 好半天不说话 就在凤与恒觉得这气氛 实在是太过尴尬 也想劝着玄天明 放弃出城的想法时 玄天明突然就开口了 就听他对天舞说 我终于明白 为何母飞不愿见你 只一句话 天舞先前的气势 全都没了 他的手还保持着挥动的状态 就那么僵停在半空 面上的怒涩未退 却犯着嘶嘶死气 他好像又回到了 很多很多年前 回到了跟云翩翩在大山里 自由自在生活的日子 那丫头扑个蝴蝶 都能让他乐上半天 抓鱼石掉到水里 都能让他七尺男儿落下泪来 可是后来 瘟疫蔓延 部落里死了那么多那么多人 宫里派人来接 让他必须回宫 他一咬牙 将云翩翩带离 那个生养他的部落 倒是救了他一个人的命 却无奈瘟疫蔓延无法控制 最终 那整个部落覆灭于历史长河中 他又瞒了云翩翩几年 直到事情败露 云翩翩便把自己 关进月寒宫里 再也没有见过他 天舞整个人都没了生气 张远担忧地扶着他 不停地冲玄天明石眼色 就想 他能说些好听的 可是天舞却摆了摆手 重叹一声 道 去吧 活着回来就行 就像那些难民 就当 就当为西叶一族做个补偿 吓得激进瘫痪的老太太 不甘心地问了问